酒喝不尽 可老不满 可人他是要走的 虽然是山川美景静在眼前 我却只是个匆匆旅者 嗯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直以为神话中穿越才是主题 直到崔文子的出现 才觉得他才是神话剧中的神话 因为每个人听到他说的这句话 都会产生不同的感悟 因为班上补给 专班不完 工作终归到底还是要干的 虽然是工资两三千 而大家也只是云云众生中的一员罢了 剧版神话改编自成龙大哥的电影版 有虎哥饰演易小川 白冰饰演玉树 张氏饰演高腰 金沙饰演吕素 人权饰演易大川 张萌饰演高兰和小玉 作为2010年中央电视台八套的开年大戏 神话已经播出 就深受观众们的喜欢 讲述了80后青年易小川 在偶然的机遇下 穿越回到秦朝 经过一次次的奇遇和历险 逐渐蜕变为人心济世的一代大将 谱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神话故事 易小川本是一位无忧无虑的自由摄影师 过着典型性的80后生活 这天他驾车去野外取景 不过他的到来却打扰到了一伙盗墓的 带头老大知道后 当即决定把小川做掉 并且要将现场伪装得像个事故 就在小川路过一道峡谷时 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许多木头 还好这时他哥易大川给他打电话 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大川听后觉得这事很荒唐 根本不信 小川决定把木头拉回去作证 可就在这时 一位神秘男人往他车里放了条毒蛇 而这条毒蛇很快就发挥作用 趁小川开车不注意咬了他一口 小川健壮赶紧拿出一药箱 不料毒蛇毒性太大 小川直接晕死过去 盗墓团伙找到他们的目标虎形吊坠后 竟然还想黑吃黑毒吞这个宝贝 结果在打斗中虎形吊坠掉到了小川旁边 这时虎形吊坠散发出一道神秘的光彩 竟然神奇地让小川苏醒过来 小川意识到吊坠的不凡 准备带回去给他的哥哥大川研究一下 与此同时 考古现场出土了一件带虎形凹槽的宝盒 当梦的另一伙人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当即发动汽车冲进考古现场抢走了宝盒 小川见状立即打火驱追抢匪 可他没想到车顶竟然还藏着考古所的厨师膏药 小川追上抢匪之后 虎形吊坠再次爆发神秘力量 这一刻他好似秦朝大将军蒙一附体 片刻间一敌三击退了匪徒 将宝盒抢了回来 这时小川发现宝盒上的凹槽与虎形吊坠十分吻合 便将虎形吊坠放了进去 吊坠在接触到宝盒的刹那 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小川跟高妖就这么看着宝盒悬浮在空中 结果下一秒两人就被宝盒吸了进去 等到小川再一次现身 他竟然穿越到了秦国的刑场 士兵们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面面相去不敢上前 因为他们不知道 小川是是叛贼来劫法场 还是某位下凡杜劫的神仙妖孽 监长官建议小川来历不明 还以为他要劫持法场 连忙命士兵将他绑起来一块斩首 看到旁边的小哥哭得那么认真 小川直夸他演技好 看你演戏演得挺好的 是哪个业的 北甸 中戏 还是上戏 小哥听后并没有搭理这个无聊的人 反而哭得更大声了 你演得还真挺土著的 不过 一路走好 兄弟 看到自己背剑了一脸的血 一小川才意识到这是实战不是演戏 他是真的穿越到了古代 柜子手看他一直在挤挤歪歪 当即准备砍了他的头 让他老实点 可就在行刑的那一刻 一小川的手机响了 大爷 柜子手背魔性的铃声 吓得不敢动换 他只好先砍一旁的重型范向良 与此同时 一只穿云剑击齿而来 救下向良 正式项羽带领楚国救部 来劫法场 小川趁机解开绳索 并救下一旁的向良 随后劝解他们 不要入戏太深 不然他就打110报警 可当小川把号码拨出去时 才发现 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项羽念在小川刚才救了他叔父的肺上 逃跑的时候 也烧上了他 但俩人还是在逃跑中 被弓箭手 射了一箭 向良通过脉下 得知小川伤势过重 恐怕是命不久矣 但是项羽坚持让向良先救小川 小川苏醒之后 疼痛不已 询问向良 为什么不给他去医院 叫个救护车 快 帮我去叫个救护车好不好 什么 救护车 什么叫救护车 小川的一系列现代医学术语 把只是小学毕业的向良 弄了一头昏 项羽嫌他太罗索 一仗下去 击婚小川给他用上了麻醉 随后叔侄两人私下窃 项羽觉得小川一遇常人能成大器 向良则和小川 其装一服不像好人 并提醒项羽以后 对他多加提防 而由于小川身怀神秘的火星吊坠 伤势竟然在一夜之间恢复如初 他现在是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甚至感觉一口气 能爬上八十层楼 随后小川来到院子里 跟项羽打招呼 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听到项羽这么入戏太深的发言 小川并没有当真 小川看到项羽这么认真 还以为剧组正在拍摄 这是远处的一生求救 打断了两人的思绪 原来刑场的百夫长 带着追兵赶到 双方交手几个回合后 项羽寡不敌众被拿下 项羽决意与叔父同声共死 随即放下兵器束手就紧 就在项羽以为 他和侄子都死定了的时候 手无腹肌之力的一小川 突然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并且还大言不惨地说 在没得到他的允许之前 不同意项羽跟项羽就这么死去 小川如同神兵天将一样 用技向追兵投掷马蜂窝 才打了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本来三人可以就此从容离取 但是百夫长却突然宣称 要跟项羽决意死战 血气方当的项羽当即答应了下来 项羽跟小川明白 这是百夫长的缓兵之计 为的就是等待援兵的到来 万般无奈之下 小川只好从背后将项羽打晕 而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 小川终于明白 他是真的穿越时空来到了秦带 这时项羽苏醒 拿起剑就要跟小川对决 因为他从来没有临阵脱逃步 小川当然也不是傻子 他打不过项羽至少还躲得起 我认输了 我剑的手无寸铁 就算你赢了 传出去的话 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小川的话简直说到了项羽的心坛里 但他还是示意小川拔剑 小川觉得项羽跟历史书上说的一样耿直 便想趁机再挤兑挤兑他 如果你杀了我 可以让你解恨 那你就动手吧 因为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 能够死在朋友的剑下 我无怨无悔 来吧 小川的一番骚操作弄得项羽不知所措 他是要找小川对决不假 但是没想真的要他幸运 这时项羽来到旁边解围 随后又用一根竹棍轻松击败项羽 训示他要有勇意有魔 羽儿啊 今后你统领千军万马 靠的是心计 而不是勇力 打胜仗 靠的是智慧和计谋 不是好斗用狠 项羽果然了解项羽 初汉相争的时候 项羽占尽了心机 最后还不是输给了牛皮糖牛肝 此时回到现实世界 高兰跟大川终于追上了小川的车子 但是只看见宝盒在引擎盖上 完全不见小川跟高耀的人也 两人通过观看行车记录仪 发现小川失踪前曾与歹徒搏斗 但是就在他把虎形吊坠放到宝盒上时 画面却突然消失了 虽然大川用尽一切办法破译宝盒 可还是一直没有结果 紧接着他就上网询问网友千年老妖 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千年老妖 这一次却推脱有事匆匆下险 画面再转回到秦代 小川跟随向良项羽去会计县投奔范增 却发现城墙上挂满了三人的通缉令 小川跟守城官兵解释他们是外乡人 随后又悄悄递过去一种神秘力量 就这样三人成功蒙混过去 可三人进城还没走几步 就被人认出了他们逃犯的身份 小川自从跟着向良项羽到会计投奔范增以后 便经常拿出手机观察穿越前拍的宝盒图片 看看能否找到回家的线索 结果还真叫他发现一个重要地名 但他就是认不出那是什么善 向良虽然看出了他的心思 但为了让小川继续留在项羽身边 只好说谎不认识那两个字 小川没办法只好按部就班的练功识字 再顺便留长自己的头发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川从范增口中得知天下传书各不相同 所以他便赖在范增家里 熟读秦奇楚焉照含为七博传书 最后终于认出那三个字是焉传汤屋山 贤侄啊 天下江土三千里 高山万万坐 你到哪里去找啊 我看呢你还是算了吧 范增作为向良的至交好友 自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也不想小川就这么离开 面对小川的提问 他只好对汤屋山的地理位置含糊其词 但是小川想到血烟传的人一定在燕国境内 所以他准备即刻出发去烟地寻找汤屋山 项羽得知小川将要离开非常不舍 是兄弟就留下来帮我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 小川听后根本没有一点兴趣 因为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对打打杀杀什么的没有想法 再说如果真的打起来 他连他的女朋友高兰都打不过 更不要说什么打天下了 项羽让小川别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胡话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绝不会放小川离开 紧接着他就告诉小川 他师父向良虽然不会阻止他 但是师门的徒弟如果要提前离开 就必须闯破三关 一旦有任何一关失败 就终身不能离开师门 为了能早日回家 小川下定决心要闯一闯 要闯的第一关是兵法关 虽然小川平时没学过什么兵法 但是好在以前追仙剑三之鱼 看过百家讲台 对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有过一定了解 范增看完小川的答卷后 直呼他是军中奇才 要闯的第二关是绝力关 闯关者需要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 让这千金大顶离开地面 谁坚持的时间长谁就算赢 项羽还没等项梁介绍完规则就跃跃欲试 紧接着他就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 轻松地举起了这千金大顶 项羽的王霸之气 引得一旁的吃瓜群众连连喝彩 在坚持了几个呼吸之后 他又稳稳将大顶放下 随后他劝劫小川认输输一半 这样他还能找回点面子 但是小川根本不怕这一关 因为他已经想到了应对之法 在用竹竿搭建好自己所需的杠杆后 小川拽住绳子轻轻一拉 重达千金的铜顶 就这样被他不费吹灰之力拉到空中 惹得一旁的吃瓜群众连连喝彩 幸亏我比你们晚生两千年学过物理 知道阿基米德的名言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可以跳动这个地球 项梁项羽范增三人 看着小川的举动面面相觑 虽然他们都不想让小川通过第二关 但小川的这种方法 的确在时间和高度上 都远远胜过刚才的项羽 项梁没办法只好宣布他获胜 闯关的最后一关是以武功论胜负 项羽绝言自己不会战败 因为从小到大任何级别的单挑 他从没输过 比武规则有两条 第一任何人只要一落马 我就判他为实力 第二 今天一定要比个胜负 我不喊停 死杀就不能停下来 即使这是一场生死之局 一心归家的小川明知自己不是项羽的对手 仍旧拼尽全力输死一搏 小川 你不是老说自己 五国二流 逃跑一流吗 咱们今天就不知变通了呢 大上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今天绝不会输的 看到小川态度如此决绝 项羽实在不忍心阻拦 他只好暗中发力用双腿夹死自己的座器 致使自己率先落地 按照任何一方坠马就输掉比赛的规矩 小川通过了第三关 但他也因为精疲力尽而昏倒 等他醒来后 项羽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衣服和盘缠 虽然他不想小川就此离去 但两人毕竟还有着师徒之情 随后范增告诉小川 项羽的坐骑在倒下之前就已经泪骨全断 难道是羽哥 嗯 你猜得不错 他不忍心看到你去送死 便在瞬间用腿夹死了他的坐骑 这种神力 普天之下只有项羽一个人能够办到 小川听后瞬间就明白了项羽的心意 更懂得他平时只是不屑于用诡计达到目的 在临别之际 项羽建议二人上告苍天结为异性兄弟 这样不管日后走到哪里都能有个照应 在前往燕地的途中 小川遇到了吕公一家遭遇强匪劫持 正义感爆棚的他当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并救下即将被人欺凌的吕素 小女子叩拜恩公 小妹妹啊 你不用这么客气 这个 见义勇为 尤其是英雄救美 是怎么每一个新时代优秀青年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吕素被小川的新鲜词弄得不知所措 一旁的吕志也是一头雾水 小川看到两位姑娘被吓得花容失色 便想再跟他们开个玩笑 我的意思呢 就是那帮小鬼 当然在我的地盘上 瞧我的声音 我当然要把他们赶走了 现在这笔买卖 我要自己做 我想把两位美女 押回山寨 做我的押寨夫人 两位意想如何啊 吕志和吕素意识到大事不妙 连忙跑到自己父亲身旁躲避 羽公见状不禁感到命运多舛 小川见目的已经达到 赶紧承认自己只是个路过的 并且保证他马上就会离开 吕公为表谢意 邀请去燕地的小川 跟他们同路到佩邪 小川看到他们都是往北走 又看到吕公身后两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觉得自己做一回护花使者也不吃亏 然后欣然答应了吕公的请求 可是小川却不知道 吕家两位大小结吕志和吕素 已经暗中对他萌生了情愫 多谢公子救命 素儿感激不尽 敬公子一杯 来 你随意 我干了 吕素为了感谢小川的救命之恩 喝了人生中的第一杯酒 而他的姐姐吕志更为过分 直接穿上了为心上人准备的金丝羽衣 借着助酒信的名头为小川跳起了舞 吕公当然明白大女儿的心意 连忙招呼吕志坐下陪小川喝几杯 小川在美女的左陪右半中忘乎所以 而相比于吕志的侃侃而谈 吕素则显得有些腼腆害羞 酒席过后 吕公邀请小川到马车上休息 也好 所谓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那我就打扰老伯了 在随后的交谈中 吕公向小川表现出了招需之意 小川虽然听懂了他的意思 但他同行的目的只是想在路上跟美媚说几句话 解一解旅途的烦闷 吕志吕素虽然人不错 却不是他的类型 而且现代世界还有更多的乐趣在等着他 想明白这一切后 小川连忙洋装喝醉 打算把他们送到地方就溜之大吉 抵达沛县之后 小川想去尝一尝明文天下的沛县狗肉 结果在凡快的狗肉摊上 撞上了自称刘兄的汉高祖刘邦 小川还以为刘邦认出了自己通缉犯的身份 于是立马变成大众面贪脸 称自己与很多人长得都差不多 一番十四过后 小川才发现自己被刘邦骗吃骗喝了一顿 而此时的吕家门前 围惧着当地声名显赫的社会名流 他们都是慕名前来响一读吕公风采 但是吕公却推辞身体不是谁也不见 小川对此非常诧异 原来吕家途中遭遇的那次抢劫 虽然小川出手救下他们的性命 但是大半经营细软还是落入了抢匪的手中 现在他们家的银两 已经维持不住一个月的时间了 吕公为将来的生活用度一筹莫展 吕智提出拿出他跟妹妹的手势去换些银两 帮助家里度过一些时日 小川在门外看到吕公没生病 还以为他跟吕智在商量自己的终身大事 便准备拿出手机开溜 结果拿出手机后却发现电量早已见底 于是他决定自己造一个充电器 仗着穿越带来的物理知识 小川很快便把充电器的图纸模型做好 但就是还缺少最关键的铜丝和转子 吕智见状拔出发簪给小川当转子 又拆下金丝与衣上的金丝作为铜丝的替代品 小川看到吕智解了他的燃眉之截 心酸的抱起吕智猛亲了几口 这过于开放的举动让吕智满脸通红 他先是金珠又是暗喜 心中更加认定小川是自己的独一郎君 就这样在吕智的帮助下 小川成功造出充电器 就在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吕智时 却无意中偷听到了吕智吕肃姐妹俩的对话 姐姐 你的金丝与衣上的金丝去哪了 我抽掉了 什么 这可是你一针一线修了整整一年才绣成的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呢 直到此刻 小川才明白吕智的金丝是怎么来的 而为了报答吕智 小川决定帮助吕家度过这次金融危机 随后让吕智跟吕肃给自己开门 夜色已深 男女瘦瘦不轻 公子还是请明日再来吧 小川健壮意识到自己的不同 毕竟这要是搁在现在 晚上随随便便就能约女孩出来畅开 吕智见小川要离开 急忙开门拉住他的手 并让吕肃给他道歉 妹妹 你怎么这样 这个妹妹真是好玩 如果在现在 可绝不会有这样的女孩 这是我们慈善宴会的座位分不多 上面每个桌子 每个椅子价位都不一样 越靠近吕工的座位 价格越高 当然了 大家不要误会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靠近吕工 你不仅可以看到他 你还可以跟他说话 还可以跟他握手 还可以跟他喝酒 价格虽然高 但是这机会 可是只有一次 小川为了帮助吕家度过金融危机 建议吕工可以利用特长开办私塾 因为他昨天看到好多小孩在大街上打荡 这样下去实在是有些荒废学业 吕工觉得办学知识与人与己都有好处 但是开设私塾需要一大笔钱 他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积蓄 小川叫吕工不要放在心上 他自有妙计让那些有钱人康态解药 为他捐出一座吕士私塾来 而小川的妙计就是利用吕工的名气 举办一次慈善宴会筹集善门 并且强调那天吕工会亲自出席这场宴会 以此来吸引沛县的社会名流参加 随后他让人排出了座位分布 告诉大家越靠近吕工的座位价格越高 而且机会只有一次 当然为了打消大家的怀疑 小川说吕工绝不是贪财之人 此次筹集到的捐款 每一个铜板都会用在私塾之上 为了体现对此次善款活动的重视和公平 吕工还会在门前立上一块碑 并在碑上刻上捐款善工的名字和所捐的款项数 私塾开办之后 也会及时将筹办的账务对大家公开 这样就可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开透明 吃瓜群众们看到吕工考虑的这么重要 纷纷为他的智慧点赞 小川看气氛风拖的差不多了 又是一下人立起一对队 知识改变命运 教育决定人生 名师铸就名校 善款连接善缘 亲情打造 配线第一重点41 配线的社会名流们被小川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折服 当场就愿意花费重金 选一些离履宫比较近的座位 就这样 小川为私塾筹集到了第一笔上款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今天还有许多高价的票没卖出去 他建议要继续加大炒作的力量 利用名人美女这些比较八卦的学童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加 吕智听后心生一计 当即打包票把剩下的座位卖出去 只见他女伴男装混入酒肆 向众人炒作吕家二位小姐如花四女 而吕公又有意在宴会上招许 许多看过吕智吕素美色的达官显贵 纷纷来到善款筹集处挥金如土报名参加 吕公知道这个事情后 大骂吕智有辱斯文 吕智叫吕公不要生气 他其实真的想在重阳宴会上 为妹妹吕素选一个好富家 这样一来可以让妹妹有个好归宿 二来也有利于他们吕家在配仙立足生根 吕公不想错过结交相声民事的好机会 只好同意了吕智的计策 这时吕公提议为吕智也选一户好人家 吕智支支吾吾说自己早有了心上人 而他的真命天子刘邦自从目睹了吕智的方龙后 也决定前往重阳宴一事 刘兄啊 我跟你打个毒怎么样 将来啊 你要是娶了这吕家大小姐 我就一辈子跟着你给你当随同 刘邦稍加思索后就接下了凡快的财毒 并且表示自己将来娶了吕家大小姐 他就让凡快的狗肉铺扬名天响 报答多年来让他白吃白喝的恩情 凡快听后感动坏了 当即把他今天赚的三个铜板赞助给了刘邦 希望他能够早日飞黄腾达 而刘邦虽然有了钱 却还是进不了吕府的大门 因为小川牌的坐次表 最便宜的座位都高达一千钱 刘邦想要参加吕府举办的重洋宴会 但是最低的入场费都需要一千钱 身无分文的他只好拿着 凡快赞助的三个铜板 让孩子们在吕府门外吆喝起了贺钱万 贺钱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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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听到门外有人闹事 连忙出去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闹事 正是前不久坑自己一顿饭菜的骗子 小川见状递给了刘邦一串钱 让他去别家蹭饭 看到眼前拉里拉他的男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 小川的眼神恨不得把他给视了 而很快他就把刘邦给看毛了 刘邦询问小川有何指教 小川听到眼前的邋遢男人 就是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 立马跟他套起了近乎 然后主动邀请刘邦进入了吕府内院 在沛县众位相声诧异的眼光中 小川带着刘邦走进了大殿 结果他的到来直接引起众人哄堂大笑 如今你们耻笑我 将来必定要求我 这个刘邦 真没想到 他还挺狂妄自大的嘛 我倒是觉得他 体语中不同的 吕肃说其余的众人都对父亲阿谀奉承 只有刘邦不卑不亢泰然自若 但吕智却觉得刘邦是在给他们吕府抹黑 而吕公也听从了小川的建议 刻意为刘邦加了座位 宴席结束后 小川打开手机摄像机 跟刘邦指天为盟结拜成了兄弟 得知刘邦铁了心要娶吕智 小川也乐得为两人牵线 这时吕智告诉吕肃 吕公已经在重阳宴上 为他挑了二十位青年才举 只要吕肃相中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 择日就会给他举行婚礼 可是吕肃却告诉姐姐自己 早已有了心仪之人 并且还是立志非他不嫁的那种 在吕智的追问下 吕肃说出了他的心仪之人 我的心仪之人其实就是 吕智听到妹妹也喜欢小川 直接当场愣动 而为了抢在妹妹之前 跟他确定关系 吕智决定立马找到小川 并准备向其表达爱慕之情 结果巧合的是 刚从五八同城上 找到工作的小川也在找吕智 并准备帮刘邦跟他牵线 吕智见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方 直接跟小川说起了真心话 他说之前那次穿上金丝玉衫 就是专门为他饮酒祝福 并且强调那是自己穿给 如意郎君看的衣服 除此之外 吕智还回忆起他帮小川 制造手机充电器的时候 义无反顾地抽掉了 金丝玉衫上的金线 而小川作为回应也亲吻了自己 小川看到事态超出他的控制 连忙解释之前的种种都是误误 但是吕智根本不听 还要小川明天就去找吕公提亲 小川听后婉言拒绝 因为他是穿越到情代的现代人 总有一天他要回到未来过自己的生活 另外他立志此生要交够99个女朋友在结婚 现在算上他现代的女朋友高兰才第27任 离99的目标还差着老远距离 所以他断然不会答应吕智的要求 只好谎称自己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 吕智询问那人是谁 是不是素素 素素 真的是他 我就知道是他 易小川 你怎么可以 我讨厌你 小川的不吭声让吕智既伤心又失望 这让他以为小川喜欢的人就是素素 而更加要命的是 此时吕素在外面完整地听下了这些话 这同样让他以为小川喜欢自己 心中暗暗许下承诺不会辜负小川 拒绝完吕智之后 小川把刘邦带到吕宫面前给他说媒 说刘邦虽然现在尚无片瓦下无寸的 心中却有金国报复 如今的大贤是富税繁多 劳役沉重 百姓苦不堪言 民力衰竭 如果有一日我没了官 我一定先就苍生与水浒 为百姓谋福利 休养生息 吕宫被刘邦的远大报复所折服 觉得大女儿吕智应该嫁给他 吕智则让他爹别开玩笑 因为刘邦跟小川压根就没法比 小川聪慧过人年轻有为 刘邦年纪一大把了却什么都没有 吕宫听后叫女儿别着急 因为在今天之前 他的想法跟吕智所说的是一样的 但是他刚才见过刘邦之后 又悄悄改变了心愿 理由有三 第一 这刘邦大闹重阳夜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仍是泰然自若 他家徒四壁 也敢前来求亲 可见深得厚黑之精华 第二 此人虽然慵懒拖逃 但胸中却有抱 第三 此次求亲 他能说动小川全力相助 可见他知人善用 表演完了刘邦吕宫又开始分析小川 他说小川虽然聪慧异于常人 但太过率真 心中只有无为二字 恐怕难有剑术 而刘邦既有雄心又有手段 还不乏后悔 如此之道利用人的人 将来必成大事 只是他生性慵懒 身边缺少一个能督促他实现报复的人 而吕智正是这样的一个绝配 如果二人携起手来 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他们吕家也可以因此光耀门庭 转眼到了第二天 众人聚在一起为即将开业的私塾挂灯了 但是小川跟吕宿腻在一起的样子 正好被吕智看个正着 哎 你看你 把自己的脸弄个小花猫似的 吕智看到小川跟妹妹如此亲密 也要争着抢着让小川帮他挂灯了 好在刘邦看出小川的酒态 自告奋勇地要去给吕智帮忙 并让小川去帮吕宿 对 没错 素素 我来帮你啊 吕智看到刘邦又来坏他的好事 直接把灯笼丢过去让他自己挂 自己则站在远处饱受小川跟吕宿的折磨 素素 是不是你们每次有什么喜事都得挂灯笼啊 是啊 那成辉也得挂灯笼啊 哎呦我的天哪 不会是妹妹也看上你了吧 从刘邦发现吕智喜欢小川之后 便想着将小川从吕府打发走 可是他没有想过 正是小川前不久把他引荐给吕宫 又是小川在吕宫面前为他跟吕智做美 忘恩负义的刘邦为了让小川彻底远离吕智 故意说自己要去咸阳押送衙役 并邀请小川一同前去 吕宫听后瞬间就明白了刘邦的意思 因为他也不想两个女儿跟着小川没有未来 在拒绝了小川跟吕智吕宿告别的请求后 吕宫当即拿出盘颤逐客出门 就这样 小川跟着刘邦踏上了去咸阳的路 不过小川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想趁此机会一睹兵马俑和秦始皇的风采 结果还没走多远就碰到一群山贼在抢劫 小川见状二话不说就冲过去与山贼缠斗在一起 其余的姚毅也想过去帮一帮小川 却被刘邦以姚毅不能死伤为由制止 而刘邦此举的目的 其实是想借山贼的手除掉小川 而刘邦终究还是低估了小川 小川因为有虎形吊坠力量的加持 很快便将一伙山贼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马车后的红衣男子突然跑过来抱住小川 小川这才发现他其实是女扮男装的吕素 原来吕素知道小川去咸阳的消息之后 便马不停蹄的一路追赶 不料却又在半路上遇到山贼 我说吕素 你到底知不知道 两次被劫又两次被救的概率有多低啊 那就和国族出现一样 可是我碰上了 而且两次都是你 我知道了 这一定是上天在忽悠我 小川也懒得跟吕素废话 让他赶紧原路返回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他根本没法跟吕公交代 我已经给父亲大人留下了书信 我说 哎呀说什么呀 你跟你说呀 急死我了 说我不回去了 啊 跟着你一辈子 一句我不回去了跟着你一辈子 仿佛是吕素在用最温柔的话语 喊出了自己心底最真烈的情感 而小川也被素素的决绝吓到 开始推而求其次讲自己的困境 让素素感觉到自己居无定所 从而放弃跟随自己的打算 我已经决定了 费公子不嫁 要是公子不愿意娶老 我会跟着公子一生 看到素素有些油盐不尽 小川索性跟他实话实说 强调自己一点都不喜欢他 他之前无非是欺骗大家的感情 在顺便骗吃骗喝 现在他不想骗了 所以也希望素素死心不要再去打扰他 可谁曾想素素这个女子真烈的不行 当即选择在夜里上吊自杀 小川用人工呼吸救下上吊的吕素后 刘邦便一直担心他再有个三长两短 要不然他会配线没办法跟吕公交代 所以刘邦便以结拜大哥的身份 要求小川娶了吕志 刘邦不顾小川的反对 当即就要回屋给二人写婚书 而刘邦的这番好心 其实都是为了他自己 因为小川跟妹妹吕素成亲之后 便在没机会跟他强姐姐吕志了 小川见刘邦态度如此坚决 只好在夜里出逃 并选择在一处挂了黑布的水井处休息 可当他第二天醒来之后 没走多远就晕倒在地 吕素发现小川失踪后 连忙招呼众人出来寻找 结果在瘟疫村发现了昏迷的小川 原来水井旁悬挂着黑布是代表此处有瘟疫 素素听后连忙恳求众人救救小川 刘邦只好让衙医们用担架把小川抬去医馆 可这种瘟疫在当地已经无药可治 负责的郎中看都没看小川一眼 就让人把小川抬进了死人屋 刘邦则继续带领众摇易赶路 以免耽误形成落得个被砍头的下场 然而就在出发时 刘邦却发现素素不见了 原来素素趁着夜色返回了死人屋 在死人堆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川 然后把他带到一处荒废的民宅 在素素的精心照料下 小川很快就苏醒过来 但是小川觉得他十分对不起素素 虽然他一直都知道素素对他的心思 但是他越明白就越得赶他走 因为他觉得那是对素素最好的结局 可是没想到素素会寻短剑 小川让素素答应他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他叫小川不叫公子 因为公子听起来像老古董 第二件则是让素素赶紧收拾东西返回佩姐 然后在五八同城上找个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因为小川不想素素把命也砸进去 有公子这句话 女素就算死 也心甘情愿 素素只答应了小川的第一件事 因为他宁愿死也不会离开他半步 小川被素素彻底整破房 发誓如果他能活下去 一定明媒正娶让素素当老婆 第二天素素去集市上给小川找大夫 但是大夫们看到小川得的事 瘟疫全部转身就跑了 虚弱至极的小川 想最后吃一口妈妈炒的番茄炒蛋 即便是秦朝那时还没有番茄这种食物 女素还是不于一力的上街寻找 但是无人听说过番茄这种蔬菜 直到最后找到一家旅店 小二说他们的厨师经常会烧些稀奇古怪的菜 横头垢面的厨师听到素素要他做番茄炒蛋 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原来此人正是跟随小川一块穿越过来的高耀 你怎么知道番茄 你怎么知道番茄可以炒鸡蛋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家相公想吃 你们家相公叫什么名字 易小川 高耀从素素口中得知了小川的消息后 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他的身边 我遇到情人了 四川 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高耀 虽然素素告诉高耀小川得了瘟疫 但是高耀听后根本不在乎被感染 因为小川是他在这个世界最亲的人 紧接着他就返回饭馆 让伙计们帮忙把自称崔文子的大夫抬了馆 可是崔文子此时已经醉得不成样子 高耀为了让他清醒 搬来了一盆洗澡水 我要把这酒给弄洗 谁是酒 谁 谁 谁 我 是阁下 你是急火攻心 你是早期杀 能是可以消火降温 也才是鬼正下家伙 你别看崔文子来历不明不是很正经 但他说的每一句话却好像都在别的上 众人皆行 我独罪 众人皆醉 我独行 在下时 崔文子 人称 酒仙 高耀看到崔文子在这发酒疯 这都要抡起拳头来揍他 还好这时素素站出来打圆场 让崔文子赶紧去给小川探柄 给小川号锅卖之后 崔文子让素素跟高耀别担心 虽然小川的这种瘟疫别人治不了 但是对他来说却是手拿把掐 并且打包票能把他治好 高耀听后则认为他是大包大揽的江湖骗 这么跟你说 治不好 分文不具 治好了 也分文不具 如此 你的心 可以放下了 早说嘛 你就动手嘛 素素见崔文子把握这么大 当即下跪感谢他对小川的救命之恩 崔文子让素素别见外 因为这就是他的行医之恩 素素听后还想再说些什么 结果竟然血气晕倒 可能这些天太过劳累了 原来自从小川得了瘟疫以后 素素因为长时间跟小川相处 加之四处奔走过于劳累 早已在无形中感染了瘟疫 虽然崔文子早就看出素素得了病 但是他带的药量只能救下来一个人 要想重新再配药 少说也得用半年时间 而两人的病情都很危急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同时救下两人 素素短暂思考后 让崔文子先救小川 但是崔文子却让他别着急 因为从大夫的角度看 素素刚刚被感染病情还不算严重 活下来的几率将远远高于小川 不 先生 请先生全力医治一公子 如果先生还有半点犹豫 小女子即刻死在先生面前 了却先生的疑虑 崔文子看到素素如此痴情 实在是替他感到惋惜 因为从医者的角度来说 每一条生命都弥足珍贵 但是素素却不这样想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命是小川救的 如果小川离世他也不会毒火 如果能用他的命换小川的命 那他也死而无憾了 最终崔文子还是听从了素素的意见 紧接着他就让素素给他找来一段主管 让高要去拔一根鸭子翅膀上最长的淋雨 当所有工具都找齐以后 崔文子把主管跟淋雨同时塞进小川的嘴里 不一会就把小川位中的会晤清除了出来 随后他又顺着主管拔酒倒入小川的嘴中 想用这种方式去清理小川的肠胃去除毒素 崔文子觉得这种瘟疫 是通过人体的会晤传播所致 所以小川使用过的碗筷必须全部销毁 他所产生的那些会晤不仅不能触碰 并且要深埋地下远离水源 最后崔文子拿出了那仅存的一份药 让素素暗示给小川服用一次都不能少 就这样 在崔文子精湛的医术和素素精心的照料下 小川终于痊愈恢复如初 而他也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素素 说有件事要跟他做 素素望着眼前代表爱情的戒指 静一时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 小川见状让素素把左手递给他 他要亲自为素素带上这神圣的戒指 吕素小姐 你愿意嫁给易小川先生吗 我 素素 素素终究还是倒下了 现在就算是崔文子也无计可施 因为最后一份药已经被小川服用 素素在临终前请求小川好好照顾他的家人 最重要的是要找个好女孩好好爱他 为了防止瘟疫扩散传播 小川不得不火化了素素的遗体 跟他所有的遗物 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 我的随性贪玩 遇上你的单纯真理 实在是一种罪 你为我而死 我却不是为你而生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而你对我却付出了所有的爱 我对不起你 我自己也将重生受他惩罚 我会付出一辈子的忏悔来记住 通过素素的离开 小川似乎想明白了一切 他现在只想回到2010年 做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之后崔文子与小川告别 说将来闻到这酒香时就定能再相见 这时小川告诉高耀 他找到了汤屋山这个回家的线索 紧接着两人就顺着村民的指引 来到了汤屋山上一位隐士高人的院子 寻访山明所说的隐士高人 但是书童却说他师父一个月前 就算准小川跟高耀今天会走进这个门 所以安排他在这里烧水汽茶 可是书童只顾着让二人喝茶 却迟迟不见主人出来相见 直到最后小川跟高耀变得不耐烦 书童才说他师父一个月前就已经去云游四方 让他们二人一个甲子之后再来相见 届时一定会把宝和双手奉上 小川跟高耀听后直接崩溃 要知道一个甲子可是60年 如果要他们二人再次苦等60年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们决定先去咸阳打探消息 此时在另一边 刘邦的两位姚毅在途中逃跑 众人大为惊慌 要知道少了姚毅 他们所有人都会被杀头 正在刘邦发愁之际 小川跟高耀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的队伍 刘邦见小川没死 还带过来一个老乡高兴坏了 因为这从天而降的两个人 恰好可以帮他补气亏空 晚上刘邦为二人接风洗尘 并用这个名义把小川高耀灌得鸣顶大醉 随后刘邦选择用抛硬币的方式 确定小川跟高耀谁去做官奴谁去修长城 可虽然他抛出的结果是让小川去做官奴 但是又想到以小川的聪明智慧 做了官奴一定会翻身的 如果他今后一旦回到沛县 那么自己将无力足之地 考虑再三后 刘邦决定让高耀去做官奴 让小川去修长城 因为自古以来修长城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 甚至连尸骨都找不到 第二日早上刘邦将二人冲瑶一交给官兵 等到小川高耀醒来 早已被铐上了枷锁 高耀按照计划被刘邦分派去当官奴 小川则要到北方去修长城 天地啊 你可不要怪我呀 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你的一条命能换回十几条命啊 老天要是知道 也会帮我的 但愿你这次有去无回 别再回来纠缠女志了 此时的官奴营中 高耀可谓是受尽欺负 不仅吃不饱饭 还经常受到官差的毒打 因为太饿他偷偷溜进了厨房 结果正好听到官奴营队长跟医官对话 原来上面需要一个厨子 结果迟迟找不到人选 高耀因为要急于逃出官奴营 所以他赶紧出来毛遂自检 医官听后欣然成全 紧接着救命人把他拿下 高耀还以为是因为偷吃的事要拷打他 可谁知医官却拿来一篮子鸡蛋叫他吃 而且是只给吃蛋黄不给吃蛋清 在被喂了欺贴蛋黄后 口干舌燥神智模糊的高耀被放在木板上 只见医官手起刀落 然后那东西就没了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蛋黄 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消炎方式 主要目的是为了清肠未净水分 因为身体中没有多余的水就不会小减 被淹之后就不会因为小减而让伤口感染 从而让身体恢复得快一些 而这一原理用现代医学原理也说得通 因为蛋黄中含有抗炎的IgY蛋白抗体 鉴于很多人会冲动魔法 老六在此提醒大家切勿冲动 不然到时候没办法站着尿尿 回过神来的高耀心中十分不甘心 凭什么他的命运如此悲惨 紧接着他就在宝贝房找到了自己的宝贝 并将他挂在了最高最远的地方 高耀心中暗自发誓就算是做太监 也要做最高的最大的太监 不过当高耀进入御膳房之后 还是没有摆脱被欺负的命运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来的 所以他就没什么地位 任何人都可以对他指指点点 稍微说错一点话就会被拳打脚踢的暴揍一顿 就连穿越时空带来的那两把大手 也被太监们无情的踩断 并且以后还只能干劈柴烧火之类的粗活 而高耀因为出来炸倒 所以也只能默默忍受 这天胡亥公子府上的善总管 来御膳房要一个厨子 厨子们听见后赶紧贿赂善总管 因为给胡亥当厨子的人非死即上 所以没有人想去做这要命的差事 这是一个御厨把主意打到了高耀的身上 继承了秦始皇皇位的 是这个胡亥 他也是秦朝的最后一个皇 你把钱给我 我帝你去 好好好 带你走 我送给你 我带给你 高耀现在虽然是残缺的 好在他的记忆没有错乱 他记得小川之前说过胡亥是秦二世皇帝 为了摆脱被欺负的名义 高耀二话不说就答应去他宫里做厨子 而事实证明高耀的选择没有错 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挑剔的胡亥还是第一次这么有食欲 紧接着他一口气就吃了五碗大米饭 饱餐一顿后又把高耀叫到店前赏赐 深安人情事故的高耀 不仅为善总管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还把自己的赏钱分了一半给他 而他的这番操作也让善总管刮目相看 有了善总管坐后台 高耀暂时在胡亥宫中站稳跟脚 此时在另一边 小川在前往长城的荒漠中不顾庞富将阻止 救下了快要可死的范喜良 而这位范喜良的妻子还是位传奇人物 这个咱们以后再聊 而小川处处帮衬范喜良的行为 臭小子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吧 我忍你很久了 有种你拉个场子 咱俩PK P什么 就是单挑 庞富将看到小川这么有种 当即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小川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庞富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落败的庞富将反而大呼痛快 他十分赏识小川的武艺 并让其道自己仗下当兵 但是奇怪的是 小川听后竟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梦江女 你老婆是梦江女 你认识我妻子 何止我认识 地球人都认识 谁不知道那梦江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我媳妇哭倒过长城 小川看到眼前的土包子们 连梦江女哭长城的故事都没听过 正准备跟他们详细解释一番 结果远处突然传来厮杀声 小川见状立即拿起扁担过去帮忙 但是庞副将却嫌弃小川的扁担没有杀伤力 赶紧递过去一把武器 可小川之前拒绝庞副将的原因 就是不想当兵上战场厮杀 而没有主角光环的小川参战 秦兵很快就败下阵来 都被俘虏做了图安国的奴隶 在俘虏期间 小川闲来无视在图安的石碑上 用现代字刻上了小川到此一游的文字 结果这块石碑过了两千年 竟然被2003年的大川一行人发现 等等等等 小川到此一游 这好像是小川写的字 原来大川等人在小川跟高耀失踪后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们 起初大川也想请姨妈妈来帮忙打开宝盒 因为她家里是世代之所开所的高手 但是姨教授不同意她的这位前妻接触文物 这时赵氏集团总经理罗拉过来参观 并邀请大川晚上出席宴会 因为赵氏集团长期资助研究所的缘故 大川并没有拒绝 而这也就导致晚上研究所无人看守 罗拉的同伙叶峰趁机将宝盒偷走 原来赵氏集团是披着羊皮的盗墓团伙 他们一直在寻找宝盒和虎形吊坠的消息 现在虎形吊坠跟着小川一起失踪 他们也只好把目标锁定在宝盒上 宝盒被偷后 大川把线索锁定为宝盒上的汤屋山 临走之前大川去诊所补牙 这时叶峰扮成医生 在大川的牙齿中植入了窃听器 并且跟踪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汤屋巷的地方 大川四人在汤屋巷的古旧民宅发现了神秘石桌 而这张石桌正是书童给小川高要欺查的那一张 一个偶然的机会 高兰不小心把水洒在了石桌上 结果竟意外将石桌上的燕国传书显现出来 传书的意思是让四个人用茶杯当棋子下棋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本神奇之书 大川通过观察 得知石桌上的古棋盘叫做吕超 意思就是每下一步棋 就可以超过天下所有的人 一妈妈看出棋盘是按照两仪四项八卦设计 于是四人就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走棋 等到四人下完这盘棋 四只茶杯开始疯狂转动 当他们运行到最终位置后 石桌轰然崩塌 从里面露出了一本古书 就在四人惊讶之际 叶峰等人戴上面具冲进院子抢书 这时罗拉发现远处有锦银响起 连忙示意叶峰撤退 而这也让大川等人逃过一劫 大川在千年老妖的指点下 发现古书汤巫记的夹层中有一幅地图 地图上还有一首汤巫诀 汤巫诀一共有七句 但是只有前面的两句是完整的 一妈妈看到口诀不由惊叹一声 原来这口诀竟是他们家族的不传之秘 大川推断第一代的金行者跟宝和同属一个时代 一妈妈听后肯定了他的猜想 因为口诀中的金就是他的家族 并且像他这样的家族一共有五个 金木水火土五位行者释出同门 后来他们分散生活并各自有了后代 只为恪守一个传说中的秘密 据说只有五个家族的后代集聚在一起 这个秘密才会被解开 随后一妈妈拿出了他们金家的祖传戒指 大川发现戒指正是寇龙所的钥匙 毕教授怀疑只要找其金木水火土 五位行者的后人和他们的家族戒指 就可以打开宝盒发现其中的秘密 所以他们准备再次动身 去图安寻找木行者家族 当他们在古图安区域发现小川到此一游的自己后 也让他们确认没有找错方向 原来就在几天前 在图安公主玉树的成年礼上 图安王要将小川这些战俘祭祀给审礼 以求得图安百年风调雨顺 但是心地善良的玉树却有些不忍心 于是他恳求父王放过这些秦国战俘 不料一旁的金将军却先斩后奏 直接下令请出他们图安的老虎大神 众位奴隶看到是如此凶猛的一只老虎 瞬间变得惊恐不已 而面对老虎的咄咄逼人 小川选择把众人护在身后 独自一个人应对老虎的挑战 被力爪划烂衣衫 不过也成功让小川想起他还有虎形吊坠这件宝贝 而这时虎形吊坠似乎感觉到了小川想法 竟突然散发出五彩绚烂的光 小川抓住机会用力一吼 将刚刚的胆怯转化成滔天的战役 结果这竟神奇的使得决斗场内无风自动 让人有种十八级地震的感觉 而这种强烈的气场同样也感染到了毛虎 最后他选择灰溜溜地逃出决斗场 回过神来的奴隶们看到小川有如此神力 便请求小川带他们逃跑 因为他们觉得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 不如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这时庞副将拿出了他悄悄用血迹下的地图 众人确定好逃跑路线后 当晚就选择了行动 可谁知金将军早已在路上等候多时 并派出大量军士将俘虏们团团为主 虽然小川承认逃跑是他的主意 但是金将军并没有打算放过其他人 把这个神人留给我 其他的一个不留 在这危急的关键时刻 公主玉树及时赶到 说奴隶们是奉了他的命令离开 希望金将军不要为难他们 但是金将军却以奴隶身上没有公主文书为友 要砍去他们的一手一脚 在这僵持不下之急 金将军提出要与小川比武论输赢 以此来决定奴隶们的生死 万般无奈之下小川只好应战 规则很简单 我们就一直打 一直打到有一方认输 或者死门为止 我还要警告你 如果要认输的话 就趁早 面对金将军的挑衅 小川提枪就打 虽然金将军是图安的第一勇士 但耐不住小川有主角光环加持 在导演和编剧的帮助下 小川很快就赢得了第一场对决 可金将军叫小川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第二关活人举把比试更加考验实力 我需要五个弟兄来举剑吧 小川大爷 你是要他准吗 很准 可也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所以我要五个不怕死的弟兄来去 杭副将犹豫了片刻第一个暴民 其他奴隶剑撞也不示弱 纷纷站出来暴民 等到双人实名举把人员到位后 比赛正式开始 小川跟金将军前四剑不分伯仲 全部击中目标 等到第五剑的时候 金将军提议一起射 小孩子因为害怕爹爹中简 不小心发出了声音 但这也让紧张的父亲瞬间分了神 而就是这分神的一刹呢 让小川输掉了第二场比赛 截至目前双方的比分是一比一 玉树为了让小川有多一点的休息时间 便建议明天进行第三场比赛 金将军听后只好答应 等到四下无人之时 玉树把小川叫到一旁 说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讲 本来他是想提前劝小川快点逃命 可是小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走 因为他这一走 跟金将军的第三场比试 就会自动算他放弃 届时所有的奴隶也会因为比赛失败而丧命 玉树听后不为所动 他认为小川绝对赢不了第三关 就算他回去了也只会白白送死 那 我的心意 不就白费了 你的心意 看到小川有所迟疑 玉树又紧接着火上交友 夸奖他在围场中临危不惧降伏蒙虎 赞美他在比赛中武艺高强恐怖如斯 最后又欣赏他逆天的胆破和智慧 强调表示如果小川就这么死了 那可就太可惜了 易公子 你现在必须要逃生 我们将来才有再见面的机会 小川以为玉树真的看上了自己 现在不走还真对不起他的一番心意 于是他赶紧脚底抹油溜下山去 可是让公主没有想到的是 小川采完野花后竟然又折返回来 玉树看不懂小川的骚操作 询问他为什么又回来送死 在把花送给玉树后 小川慢慢到出了原因 好了 我已经走过一次了 所以 我没有辜负公主对我的一番好意 可是 我也答应了我的同伴 一定要救他们出去 除非我先死了 这是易小川最难人的一次 他甚至说出去的话就像钉出去的钉 就算有再大的危险再多的困难 他也一定会克服 因为他之前答应把奴隶们都救出去 紧接着小川就叫玉树带他去见 金将军 表示第三次鄙视他有十足的信心赢他 可小川话音还未落 金将军就从附近走了出来 还说他通过了最后一关 原来这一切都是玉树跟金将军的策划 他们在第三关只是想测试一下小川的人品 如果你刚才选择了逃跑 恐怕 早已是我剑下的亡魂了 小川听后有些怅然若失 他虽然赢得了这最后一场比赛 但好像又失去点什么 而由于小川三举两胜赢得了比赛 金将军把所有的奴隶交给了玉树处置 玉树不仅解除了小川的奴隶身份 还把其他的奴隶赏赐给了他 小川健壮直接宣布恢复所有奴隶的自由 让他们不再饱受被支配的恐惧 而庞副将也被小川的人格折服 当即跪在他的面前宣誓对他追随效忠 庞某多谢易先生的大恩大德 我以前怀疑过易先生 但从今日起 我愿追随在易先生身边 解决完奴隶们的问题之后 小川决定先在福虎村休息一阵子 结果没过几天就听说玉树要被送往大秦和清 他跟金将军看了和清告示后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为了能让玉树留在图安 金将军和小川不惜铤而走险 用弓箭伏击大将军蒙田带领的迎接车队 而这也把秦军杀了得措手不及 金将军伺机劫持玉树马车 扬言就算是叛变也要把玉树抢回去 我不能容忍你成为一件送给秦皇的礼物 但是将军 我需要去追随秦皇会突然带来和平 难道你忘了父皇母后的话吗 我没有忘 但是我不能让我心爱的女人被敌人抢走 哪怕被认为是叛变 我要把公主抢回去 玉树让金将军以图安的百姓安慰着想 赶紧把车停下 但是金将军此时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话语 他今天无论如何都不会停下来 玉树见状也不废话 直接从车厢里掏出一根铁棒将金将军砸下马车 小川跟蒙田看到玉树控制不住马车 纷纷气战追了上去 在把马车逼停后 两人又为了玉树的去留开始争斗起来 结果这时马车竟然溜车 小川跟蒙田为了救下玉树 扔下武器就往前冲 还好在关键时刻两人抵达玉树跟前 不过三人也被巨大的冲击力撞下山崖 而小川和蒙田也因此身受重伤 虽然两人在玉树的照料下苏醒了过来 但俩人还是见面就在 蒙田见到小川胸口的虎形纹身万分惊讶 因为这正是蒙家独有的标记 我是你大哥蒙田 你是我弟弟蒙依 这虎印就是我蒙家的标记 行了行了行了 你就能骗得我见得多了 我不是什么蒙依 我在一小川 这个标记也不是你们蒙家的 小川叫蒙田别瞎认清 他胸前的标记乃是虎形吊坠烫上去的 可是蒙田听后根本不信 紧接着他就掀开衣服 露出了自己跟小川一模一样的印记 并且还强调这样的虎印只有蒙家才可以使用 小川叫蒙田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他都能从2010年穿越过来 两人有着同样的纹身也就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蒙田却不这样想 他认为这是小川知道自己身世后的本能反应 不过即使是这样也不要紧 他此次虽然遇到了贤祖 但还是顺利地接到了玉树公主 而且让他遇到了小川 等到他们二人把玉树成功护送到咸阳 让他顺利成为皇妃之后 他会向始皇帝奏鸣小川的护驾之功 起初小川并不愿意让玉树跟着蒙田走 但是玉树心意已决 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私欲而忘记他应付的责任 不过他最后还是邀请小川陪他一起去咸阳 途中三人一起捕鱼 蒙田向小川展示了祖传的游龙十八事 只见他随便在水中抽打了几下 就有大量的鱼冲出水面等着被查 蒙田告诉小川在他们蒙家 还有很多上乘的兵法和功夫 只要想学可以全部教他 但在此之前 必须要小川承认自己蒙家后人的身份 蒙田见状也不跟小川抬杠 只是让他走着瞧 因为他胸前的印记就是小川的宿命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三人很快就到了咸阳城外 臣奉命去图安迎接公主玉树 图玉贼寇突袭 几经辗转 终于将玉树公主平安送到咸阳 期间耽误数日 请陛下至罪 秦皇看到蒙田能够平安归来 心里的石头这才稳稳落地 毕竟他不想因为一个女人 就损失他大秦最勇猛的大将 紧接着秦皇就宣玉树进殿 他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 竟然能够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等到秦皇看到玉树超臣脱俗的容颜 瞬间就对他着了迷 并当即封玉树为玉美人 丞相李斯健壮开始刁难玉树 嘲讽小小的图安指挥些村歌野武 玉树当然不允许李斯这么小看图安 随后他凭借绝美的舞姿和栩栩如生的话译 让秦皇和满朝文武大开眼界 秦皇龙颜大悦又加封玉树为丽妃 而自从玉树进了宫里后 小川日日在九四买醉 这天他看到一个名叫三宝的奴隶 因偷东西被主人当街痛打 所以他当即就花钱为三宝赎了身 三宝为了报答小川的恩情 决定跟在小川旁边照顾他 这时三宝闻见崔文子的酒香 便准备把他偷去给小川尝尝 无料却被假妹的崔文子来了的泰山压底 小川听到动静过去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那人竟是救了自己一命的崔文子 小川跟崔文子固有重逢喝得特别痛快 另外他还觉得崔文子的酒比之前更萌更蠢 小川当即明白崔文子的境界是反扑归真 并给崔文子的酒取名叫做纪忧 第二天 小川跟三宝在竹林中喝酒练剑 微服出访的秦皇和李斯被酒相吸引 连忙上前讨杯酒喝 小川见状也没有吝啬 直接让秦皇喝了满满一大杯 秦皇感叹自己品过天下无数美酒 却从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就在几人说话间 一伙毛贼前来打劫 就在秦皇准备亲自出马时 一旁的小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片刻之间就将劫匪们打得节节败退 李斯上前请教小川姓名 而小川并未多说 只告知其自己是酒中仙的朋友 秦皇遭到劫匪回到宫后非常不爽 便想让封为丽妃的玉树陪他聊天散心 可却被太监告知宫中爆发了瘟疫 丽妃已经多日卧病不起 秦皇见状立即下令广征天下名医 表示谁要是能治好丽妃的病 就直接赏千金风万户侯 小川听闻消息后心急如焚 拉起告示就直奔崔文子住处 可是崔文子听后并不想帮这个忙 去看病的那些御医 可没有一个呼隆个喘着气出来的 你说我一不图钱财 二不图这个官爵 我干嘛冒正大风险呢 小川看到崔文子不想帮忙 直接刺激崔文子治不了这个病 崔文子听后果然上讨 说让自己帮忙也可以 但在此之前必须帮他办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需要一瓶蒙田 做起黑风的马鞋 小川一听这件事跟蒙田有关 便舔着脸找上了门 蒙田一听小川是为了给玉树治病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小川的要求 你一定要原谅我呀 我决不到让玉树死 我一定要救他的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 第二件事是要内务府里的深海叶明珠 为了保证得手后不被发现 小川特意去野外捉了一小袋萤火虫 然后改装成了一个假的 这样狸猫换太子之后 守卫第一时间也发现不了叶明珠被盗 虽然这两件事都有一定的难度 但小川还都大费周章地办成了 可谁知崔文子收下这两样东西后 并没有用他们来制药 而是从医乡中取出早已配置好的药 小川一看崔文子利用了自己 直接拒绝给他办第三件事 可是崔文子却说第三件事 小川不想拒绝也不能拒绝 甚至也不愿意拒绝 要真有这样的事 我把命数给你 你一个人带着治病的药 你一个人进宫 你一个人给玉树娘娘看病 我老老实实在家 喝着小酒 等着你看先归来 你看这事 崔文子不愧是江湖老油条 他深知这次进宫看病凶险无比 但又知道小川特别担心玉树的病情 所以进宫这话只要他说出来 小川是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 在进宫之前 侍卫长告诉小川 这道门只能进却不能出来 除非他死在了里面 又或者治好了瘟疫才能出来 崔文子见状赶紧跟小川告别 说他只能送到这里 小川则让崔文子给他等着 他一定活着出来找他算账 崔文子装作没听见 紧接着又提醒小川千万别染病 因为这是最后一份药用了就没了 看着小川走进死亡之门 崔文子不禁感叹问世间情味何物 只叫人以生死相许 因为上一次是速速为了救小川送死 这一次是小川为了救玉树送死 在长探自己需要另寻酒友后 崔文子也只好摇头离去 虚弱的玉树看到小川站到自己的眼前 先是激动又是惊恐 他虽然时时刻刻都想见到这个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 但是又害怕自己的瘟疫传染给他 小川让玉树不要放弃 他既然来了 就没想着要一个人走 要么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死在这里 要么就是两个人一起活着离开这里 听到小川如此深情的告白 玉树也不再勉强他离开 随后这对相爱的恋人终于相拥在一起 在之后的几天里 小川暗示给玉树服用崔文子的药 玉树的脸色也渐渐有了好转 就在二人以为能多相处一会时 秦皇突然派玉医过来探着 玉医夸奖小川玉树超群 并宣布玉树已经完全痊愈 得知消息的秦皇立马跑到丽妃宫中 小川见状只好离开深爱的恋人 但他相信只要活着 就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 而玉树自从跟小川分别后 便便的有些茶不思饭不想 秦皇则被玉膳房做不出好饭菜 这时太监向其举荐胡亥宫中的厨子高耀 秦皇听后同意让高耀过来试一试 在跟丽妃的侍女打探好消息之后 高耀明白丽妃在进宫之前就得了相思病 于是他灵机一动 做了一道所有人都没见到过的现代拼盘 并把他取名叫做明月千里记相思 玉树听完高耀的话有些心动 在半信半疑下他端起了碗筷 因为就算有一点用 这相思子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寄托 秦皇看到丽妃动了筷子十分高兴 直接任命高耀为御膳房总管 并专门负责丽妃的膳食 而高耀忍辱负重这么长时间 终于实现了他成为天下第一大厨的梦想 我可没有时间老想着怎么报复这些小罗罗 我在想的是每时每刻都要往上爬 怎样把挡在我面前的人把扯下来 然后我再上去要分死他 这是穿越后高耀跟小川的第二次见面 相比于第一次见面的惊喜与感动 这一次隔着屏幕都能看出两人气场的不同 小川没了素素依旧我心我素 似乎已经忘了那个为他赴死的女孩 高耀则不仅吃尽苦头 更变成了残缺的太监 而这惨痛的经历也让高耀明白 只有不断地往上爬 只有掌握更多的权力 才可以把控自己的命运 才可以在这个时代不被欺负 听到是刘邦把他们俩推进虎坑 小川第一时间还有点不太相信 因为刘邦不仅是他的结拜大哥 更跟高耀是第一次见面 三人之间都没有什么仇恨 再说他也不像做那事的人 高耀告诉小川此事千真万确 一开始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自从他当了御膳房总管之后 他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 把当时的事都一点一点打探清楚 紧接着高耀让小川别再天真 因为在这个陌生的时代 没有人真的会跟他们讲义气 甚至没有人会跟他们讲真话 小川见状让高耀别被仇恨冲昏头脑 因为这样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 你错了 高耀离开之后 崔文子提醒小川高耀已经变了 以后再跟他说话一定要加倍小心 小川听后没说什么 只是有点同情高耀 毕竟这是要是放在他身上 他也受不了 而高耀的这种残疾心理 其实在他被阉割之后就已经产生了 他仇恨所有曾经欺负他的人 并在刚当上御膳房总管时 就给了曾经欺负他的总管 一个惨痛的教训 你们听清楚了 从现在开始 每天见到他的第一面 就是踹他一脚 扇他一个耳光 然后骂他一顿 你们给我记清楚了 要是谁跟他说话 见到他 不打他骂他 你们就会跟他一样被打 被骂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这是高耀第一次利用权力去反击别人 也是他第一次尝到胜利的喜悦 更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内心 当然小川跟高耀再次重逢 还得感谢玉树 玉树让秦皇赵小川跟崔文子进宫为他复诊 想趁着这个机会缓解一下相思之苦 看到马上到赏武用膳时间 玉树为了表示感谢 把二人留下来吃午饭 结果小川发现上菜的太监竟是高耀 午膳结束后秦皇过来看望丽妃 得知丽妃有些虚火焦躁 秦皇命人将深海叶明珠赐给玉树 以便助他安神养病 可是真正的叶明珠早已被小川偷走 总管太监发现叶明珠被调包后 直接畏罪自杀 秦皇怒骂奴才们无用 连一颗小小的叶明珠都看不住 这时玉树向秦皇敬言 说玉膳房总管高耀办事很靠谱 秦皇听后即刻下令让高耀接任总管太监 并让他查明叶明珠失窃一事 高耀到了叶明珠失窃的地方 先是把负责值班的四个太监严刑逼供了一队 但是没有收获任何线索 直到他发现盒子旁边的灰尘 又抬头看到正上方横梁上的定华轮 高耀才明白这是谁做的 小川再次跟玉树分别以后 又天天在九次买醉 这时高耀找到他询问叶明珠的事情 但是小川却支支吾吾就是不想承认 高耀没办法只好拿出找到的定华轮 当今除了你我 还有谁能明白这玩意 小川件事情已经暴露只好坦白 说自己当时也是迫不得已 高耀说宫里为了叶明珠已经闹翻了天 但是现在没人会怀疑他 因为原来的总管太监已经畏罪自杀 现在由他来负责调查这个案件 他定然是不会出卖小川的 随后高耀感叹冥冥之中自由安排 小川得了瘟疫又死里逃生 被发去修长城又活着回来 如今还治好了丽妃的病 这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 紧接着高耀就让小川别想那么多 既来之责安之一切都要往前看 他这么笨的人都可以混到这个地步 小川比他聪明一百倍 凭他的聪明和机灵性应该比他还要发达才对 高耀的意思是他去找丽妃说个情 帮小川弄个一官半职 虽然小川一口就回绝了这个事情 但是高耀觉得不用不好意思 要上上爬就不择所段 再说在2010年吃女人饭那就赶时髦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上 高耀让小川不要有心理负担 让他把秦皇当成集团董事长 把丽妃当成董事长夫人 这样他们找一找上层的关系 随随便便就能弄个部门经理的职务 小川听后为高耀的改变感到差异 但高耀告诉他自己还有更远的谋划 因为他记得小川曾经说过 秦皇再过几年就不行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赶紧物色星靠山 于是他就把主意打到了赵高身上 只有找到这个将来的权贵 跟他提前铺好路培养好感情 才有可能继续评估清语 小川听后直接反对 因为赵高是个奸臣 秦国就是灭亡在他的手里 最后高耀告诉小川 叶明珠的事情他已经跟秦皇说清楚 是那四个值班太监坚守自盗 现在太监们砍头的砍头 车裂的车裂 如今天底下除了他们二人之外 谁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 小川听到又有四条性命因他而死 把高耀刚刚跟他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紧接着他就找到崔文子 质问他明明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还逼他去做 崔文子听后不以为意 反问小川当初救人的时候怎么没想到 当时你一门心思想的就是一个人 那就是玉树 你找住了其他人 等这瓶老后了 崔文子告诉小川要救人就会有牺牲 有时候牺牲的是敌人素不相识的人 有时候甚至会牺牲自己和朋友 当初为了救小川 他眼睁睁地看着吕肃仗义赴死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随后崔文子劝小川 在这个有今日没明天的世道上 忧愁最好不要放在心里太久 此时在另一边 高耀在档案室里寻找赵高的信息 却无意中听到外面的吵闹声 他走过去一看 发现跪在地上的宫女小月 竟然跟自己的妹妹高兰长得一模一样 高兰 你搞什么飞机 搞什么飞机啊 原来小月本是楚国后裔 楚国灭亡后 他跟两个姐姐被抓进宫当了宫女 而为了捉弄一下小川 高耀先是把小川约过来灌醉 随后又让小月穿上现代的衣服 用水把醉熏熏的小川泼起 看到高兰恶狠狠地站在自己面前 小川都有些精神恍惚了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又在外面也会 泡女生了 没有啊 我刚跟你哥在喝酒呢 正在小川诧异高兰为什么在这的时候 高耀连忙进来打圆场 说高兰找到了那个宝盒 此次前来秦朝是要带他们两个回去的 小川见状把高耀拉到一边 让他跟高兰先回去 自己还有事情要处理就不回去 高耀转头看了一眼高兰 让小川自己把话跟高兰说明白 看到小川真诚实意地要跟自己分手 高兰感动得一塌糊涂 没过多久 高耀让小月换回古代装扮 并将他正式介绍给了小川 还说小月就是他在秦朝的亲妹妹 小川听到小月这个名字后 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什么 原来之前他在宫里给玉树看病的时候 无意中听到两位宫女在临死之际 还惦念着妹妹小月 索性就答应他们帮助寻找 没想到今天还真的叫他找到了 随后小川拿出了死去宫女的镯子 小月认出那正式姐姐的贴身之物 几天之后 高耀通过上下打点 把小月调到了丽妃宫中 并让他观察记录玉树的起居和喜好 此时在另一边 刘邦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沛县 不过他却又跟吕宫扯起了火 说小川跟吕宿已在咸阳成婚安家 看到吕宫心情大好 刘邦又提起了自己跟吕智的婚事 可不曾想偷听的吕智竟直接出来反对 并借口在没有亲眼见到自己妹妹之前 他不会考虑自己的婚事 紧接着吕智又拿公子扶苏刚刚创办的举贤堂 刺激起了刘邦 这刘公子自许是沛县豪杰 名声在外 那怎么样也该去咸阳应征呢 如果刘公子真的是人中龙凤 孝傲群雄 那弄个一官半职的 应该不成问题吧 刘邦看到吕智如此给自己上讨 也不得不主动钻进去 谁叫他喜欢人家呢 见刘邦答应后 吕智向吕宫提议跟刘邦一起去咸阳 这样不仅能够陪他一起考取公民 而且还能顺道看望一下速速跟小川 吕宫吕智跟着刘邦来到咸阳后 正好赶上秦皇的车队出游 这种气势才是大丈夫的做派 我刘邦怎么甘心只做看客的命 刘邦看到吕智在观察自己 赶紧询问他有什么指教 吕智当然不会给刘邦好眼色 只是说他是个眼高手低之辈 与此同时在车队的另一边 项羽跟项梁也在人群中关联 刘邦参加举贤唐的选拔 想坐在地位尊贵的左边 但是唐官却以停掌没有品级为由 叫他非诚勿扰不要捣乱 刘邦见状只好走向右边 而此时右边的人看到刘邦如此狗眼看人低 也不愿意让刘邦坐在右边 就在这时 刘邦看到吕宫跟吕智在门外观望 为了不在吕智面前丢面子 刘邦正准备想想办法缓解尴尬 却意外看到小川在对面落走 他虽然对小川活着归来比较惊讶 但还是第一时间上前跟他套近乎 小川看见刘邦也不废话 质问刘邦为什么要把他跟高耀送去冲摇曳 我带的这一对摇曳逃走了两个人 我们整队的人都要被杀头问罪 官差 钦点人数 愣要拿你们冲树 这边也是一对兄弟 也是一帮性命啊 我也是破云无奈 还含泪 默认的 刘邦扯谎的能力真是信手拈来 不仅把小川弄得半信半疑 还成功给自己树立其伟案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隐瞒了自己贪生怕死的事实 在这个时候 公子扶苏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他也不愧是秦皇最出众的儿子 不仅在三言两句间 就强调出了召开举贤堂大会的意义 还毫不忌讳地提起了秦国跟六国之间的关系 在座的有不少过去六国的人才 这里的三言两语 也很难化解过去的恩恩怨怨 但扶苏愿从今日开始 一一坦诚相待 消除隔阂 希望诸位能不计前嫌各展才能 国家也将不计过往 因才授予相当的职位 还望大家同为天下的百姓着想 眼光一向挑剔的向良看到扶苏如此正门 竟也忍不住夸赞他宽厚谦逊胸襟开阔 小川也被扶苏的平易金人钦佩 赞美他是个帝王之才 而作为似水亭长的刘邦 也发表了他的独特意见 向良跟向羽听到刘邦这番想自己 明面上陪孝默认 实则有着自己的想法 因为现如今的大秦各方面都很强势 他们要想让楚国重现昔日的荣光 就必须安心等待时机 此次前来参加公子扶苏的举贤堂 一是想结交天下的朋友和六国的后人 为他们的将来做准备 二是想趁此机会摸一下公子扶苏的底细 因为他是太子的不二之选 结果巧合的是 二人在酒楼吃饭时 正好碰见为爱买醉的小川 向良看到小川变成这个样子 怒视他有辱师门 但又不忍心让小川继续堕落下去 所以只好带着小川一块来的举贤堂 举贤堂中分三六九等 六国贵族和名门望族坐在左边 普通百姓及其他人员坐在右边 向良跟向羽因为是楚国后裔 便带着小川坐在了左边 崔文子跟三宝因为是平头百姓的缘故 只能坐在右边 而在他们后边排队的刘邦虽然扭起哄哄 强调自己不是普通百姓 但还是被众人当了笑话看 以至于一枪报复还没来得及施展 就落选了举贤堂 随后刘邦让小川无论如何 也让陪他去见一见吕公 从中说合一下他跟吕志的婚事 小川跟随刘邦去见了吕公跟吕志 在得知自己心爱的小女儿不在人世之后 吕公恨不得当场去世 吕志则连忙劝父亲保重身体 小川见状想起自己对素素的誓言 他会替素素照顾好吕家上下 并让吕公今后把他当儿子 小川为吕公吕志在咸阳找到一处住所后 晚上当即为素素设起了灵堂 结果吕志竟然想跟小川一起守夜 并趁机扑向小川再次告白 小川见状连忙把吕志推开 你不是答应要照顾我们一辈子吗 你从现在就可以照顾我 我一直都在等你 等了你很久了 你误会了 小川叫吕志不要误会 他虽然答应素素要照顾吕家上下 但那种照顾是以家庭关系为依托 另外还有一种想法小川没有说出来 虽然他从前是个渣男 但自从遇到素素之后 他便意识到绝不能再脚踏两只船 现在玉树还在宫里水深火热 他是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拈花惹草的 看到小川一点不顾及自己的感受 吕素感到倍感屈辱 发誓一定会让小川为此付出代价 一定会让小川后悔没有娶自己 第一 你的土地要大过一小川 第二 你的财富要多过一小川 第三 你的地位要高过一小川 刘邦答应这三个条件 为了报复小川 吕志选择嫁给刘邦 但同时也给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并且倘若这三个条件无法在十年之内实现 不仅刘邦的所有地位财富土地归他 他的向上人头也归他吕志所有 刘邦听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紧接着吕志就掏出写好的字句 让刘邦千字画鸭 吕公虽然想要反对这门轻视 让吕志千万别因为冲动遗恨终生 但听到刘邦管他叫岳父 他也只能摇头探西却二人好自为之 此时在另一边 高要让小岳拿着他的腰牌出宫 买一些东西去讨丽妃的欢心 不料却在街上遇到一位地贫无赖 钱是够的 可是我这胸口也被你撞伤了 你是不是也得给我揉揉 在这危急的关键时刻 小川和三宝及时出现 帮助小岳要回了被骗的钱 并狠狠地捉弄了一下无赖 随后小川邀请小岳到家里吃饭 小岳受宠若惊感动得一塌糊涂 因为他从没在饭桌上吃过饭 随后三宝询问小岳为何突然出宫 小岳连忙把自己出来给丽妃买东西的事情说了出来 小川听到小岳在玉树宫中当差 便让小岳把装有奇奥的腰牌回宫交给玉树 并要他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而这个奇奥正是小川川岳带过来的手机 在上次给玉树看病的时候 小川就已经交给玉树怎么使用 看到小川在手机中录制的告白视频 玉树顿时高兴得不行 相思之情也稍微地缓解了一下 隔天都要向小岳传来好消息 说丽妃已经清点她做她的贴身宫女 看见小岳正在做新衣上 高耀还以为是给她做的 不过当她试过之后才发现尺寸大了 小岳见状只好拿出米齿帮高耀做身心的 几天之后 玉树让小岳去小川那里给她取些新药 并叮嘱此事一定要保密 小岳来到小川家后 将手机递给小川后 又把自己亲手做的衣服递给了小川 可小川却误以为衣服是玉树给她做的 开心坏了 没想到娘娘给我做的衣服这么合身 还没等小岳解释这衣服是自己做的 小川便猴急猴急的给玉树录制视频去了 就这样 小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了小川跟玉树之间的疗伤使者 不久之后 蒙田约小川一起切磋武艺 随后又见凤插针当起说客 要带小川见识一下蒙家军的厉害 我们蒙家 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几年 蒙依 你终于回家了 不都说我是小川吗 今天哥哥高兴 教教也可以吗 蒙田为了让小川加入蒙家军 亲自带他走进蒙家军练武的教场 小川被蒙家军中甘义胆勇传魂的气势所感染 心中渐渐改变对蒙田的看法 这时他发现庞富将此时也在蒙家军中 原来自从上次小川在图安失踪之后 庞富将寻他不得 结果正好赶上蒙家军招兵买马 所以他果断加入了有着忠义之名的蒙家军 听到庞富将这么说 小川也不再掩饰内心的热血沸腾 终于答应蒙田加入蒙家军 不过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小川说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功勋 要所有的人信服他 更要这里的将士们都尊重他 而不是靠跟蒙田的兄弟关系 蒙田听后欣然答应并夸奖小川有骨气 但是他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希望可以私下里跟小川兄弟相称 当夜两人一罪方休 小川吐槽蒙田堂堂一位大将军 连个收拾屋子的妻子都没有 蒙田酒后土真言 竟突然说出了对玉树的思念和爱恋 那个鲜鲜的可爱的公主 不可方物 我蒙田 不敢对他有非分之想 但是 我也压不住对他的思念 而虽然蒙田说得这么深情 但是第二天酒醒之后 他根本不认着 好在小川拿出了他亲手画押的布国 才让蒙田的犯罪证据固定了下来 蒙田见状大惊失色 连忙夺走布国点燃将其销毁 小川则劝他不要自欺欺人 应该诚实地面对他的情感 即便他们兄弟俩喜欢的是同一个女人 可是蒙田觉得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 凭的就是顶天立地的忠义二子 他此次亵渎了丽妃 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蒙田见自己犯下大错 直接抓起匕首捅了自己一刀 说他本该以死谢罪 但是国家现在还需要他 所以他只能先赐自己一刀 等待将来戴罪立功 小川见状大骂蒙田愚昧 说玉树不是秦始皇的附属品 有自己选择爱与被爱的权利 总而言之他是不会放弃追求玉树 蒙田见小川不知悔改 决定用国法军法和家法来处置他 紧接着他就要拿起匕首 朝自己的后腰狠狠扎了一刀 小川怒视蒙田迂腐不化 丢下军服掉头就走 并偏清跟蒙田蒙家军的一切关系 蒙田用尽力气将小川叫住 指责小川可以侮辱他不尊重他 但是就是不能侮辱蒙家军和蒙家军的军府 小川见蒙田腰间血流如注只好妥协 随后找来崔文子为他看病 索性崔文子瞧过之后说蒙田没什么大碍 这两刀对他来说那是小之又小的伤 刚才你没跟我去 不然你就能看到他身上其他的伤疤 那是大疤盖小疤小疤套大疤八疤指定 可见咱们这位蒙大将军的战场上 那是勇猛无敌所向披 难怪他的敌人都闻风散带 小川听到蒙田没什么事 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放下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的三言两语 就让秦朝损失一位英勇善战的将军 就在二人闲聊时 宫里的太监突然求见 说秦始皇极宣小川跟崔文子进宫 这是一小川最手足无措的一次 面对多日不见又日日思念的爱人玉树 他一时间静忘了这是在秦宫之内朝堂之上 以至于在机动中打落了手中的酒杯 崔文子见状连忙为小川打圆场 启禀陛下 我的同伴从没见过如此大的场面 今日第一次亲眼见到陛下的天威 已是诚惶诚恐 哪里还敢喝娘娘进的酒 惶恐之下失手跌落了酒杯 可见陛下在沉迷心中是何等的威严 求陛下宽恕我等失礼之罪 在崔文子激进满分的解释和拍马屁下 秦皇对他威加海内深圳九州的形象越发满意 紧接着他就饶恕了小川的大不敬之罪 而此次他召见小川跟崔文子进宫 其实是想要封赏二人 因为他们治愈了丽妃的瘟疫和抑郁症 崔文子听后没有客气 但他没有任何金银财宝和爵位观止 只求秦皇能赏他两匹快马 这样他便可游走四方行医百病 秦皇听后欣然应允 而小川此刻脑子里全是御术 根本想不到他想要些什么 这时李斯突然起身 认出小川就是当日在竹林救驾的勇士 秦皇见状大喜并夸奖小川 游拥有谋忠义可嘉 当即提拔他为负责宫廷内外安全的将军 可小川现在刚刚退出农家军 并不想掺和这宫廷里的破事 所以当即婉拒了秦皇的好命 易大人 皇宫是天下最重要的机密之地 立下让大人来守卫皇宫 这是无上的荣耀 只有像大人这样 忠心耿耿的勇士 日夜在周围守护 我们才能安心 小川听到玉树这样点拨自己 当即就明白当了这个官 就有天天见到玉树的可能 于是他连忙跟秦皇道歉 说自己一事糊涂 几乎枉费了他的一番好心 秦皇听后不怒反省 因为守卫皇宫的这个官职至关重要 许多人绞尽脑子想争都争不到 如今小川唾手可得却拱手相让 可见小川不是贪慕权力之人 而这也正是他所需要的人才 随后秦皇命小川明日就走马上任 这样能早一点为他分忧 可秦皇做梦都不会想到 正是他的这番操作 让他的脑袋更绿了几分 从皇宫回来之后 崔文子便又打了出游的主意 不过在临走之前 他要三宝明天就去五八同城上找个工作 并且叮嘱他一定要对小川知恩图报 仿佛他已经遇见了什么未来 最后崔文子交给小川一个锦囊 让他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打开他 此时在另一边 项羽跟着叔父项梁来举贤唐剑公子扶苏 扶苏到来后秉退左右 可即使他一人面对武艺高强的项梁跟项羽 仍旧表现得不卑不亢且开诚不恭 最后甚至亲自攻身向二人道歉 以求得化解情相之间的家仇伯恨 项梁看到扶苏这么温文尔雅却又豁大开朗 不由得发自内心的佩服他 而项羽也钦佩扶苏虽一介书生却谈吐不凡 表示以后不管是敌是友 他都会交定扶苏这个朋友 就这样 在扶苏的盛情邀请下 叔侄二人单下经营举贤唐之大任 不日小川到官府上任 高耀前来道贺 你看我们两个 我管的是工墙之内 你管的是工墙之外 我们两个里应外合 向上他是轻而易举的 小川听后叫高耀不要想太多 他只是想安安分分的做好差事 这时高耀看到小川身着的衣服 告诉他这是小月熬夜胆志的 小川这才恍然大悟 高耀则有意撮合二人 让小月去给小川送水果 看到小月对自己的一片情谊 小川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拒绝 向良叔侄俩也前来道贺 向羽对小月一见钟情 骚话也变得比平常多了一些 咱们是同乡 我又是小川的大哥 我看不如这样 以后你就叫我向大哥 我叫你小月妹妹如何 这时刘邦来找小川 要求小川给他也谋个一官半职 小川表示自己不会以权谋私 可谁知刘邦这次竟然赖着不走 想到自己对吕家的愧疚 小川无奈只好让刘邦做自己的署官 但同时也在自己身边 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 小川通过手机告诉玉叔 自己明天会在武师直守宫门 希望玉叔能够与他见面 玉叔得到消息后 第二天提前两个时辰 就已经梳妆打扮好 就等着满心欢喜地去见小川 此时在另一边 小川也提前接班来到了武门 但两人都没想到的是 秦皇这时突然来到了玉叔宫中 说近日博士繁忙无暇顾及他 今天特地带了文书奏章过来办公 见秦皇忙到未时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玉叔只好集中生智 说陪秦皇去玉叔房批阅奏折 而焦急的小川也终于等来了玉叔的车拈 但两人微妙的眼神被眼尖的刘邦捕捉到 刘邦回家之后 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吕智 表示只待时机成熟 他就能一举成功 吕智听后是又惊又堵 但是在他的内心里还是不想如此告发小川 所以他便想着再给小川一次机会 可小川的回答依旧是对不起 吕智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后 深夜来到刘邦房中 用澄清要挟刘邦明天就去告发小川 刘邦没办法只好答应 等到第二天他去找总管太监告发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高耀就是那位总管太监 吓得他赶紧躲在柱子后边 紧接着他就找到小川说要带吕工吕智跑路 毕竟高耀要是知道他在这里值班 肯定会因为摇曳的事情想方设法对付他 等到小川回到关署 却发现项羽正抱着个盒子等在府上 并准备把他送给小月 但是小月见后却一口回绝了项羽的好意 我今天在这里等了整整一天 就是为了送这个礼物给你 我从未如此等人过 没想到你却说不要 小川见项羽这么激动 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但是项羽根本不搭理小川 直接打开盒子拿出一个手镯递给小月 说今天他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小月看到手中的镯子跟他的那只一模一样 才瞬间明白项羽的好意 原来自从上次知道小月的老家也在会计后 项羽当即派人在当地寻找了一个月 最后只找到这个镯子和他的生辰信息 便准备在今天小月生辰的日子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小月听后感动坏了 而项羽做这件事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小月不要再对他那么冷漠 小川找到高耀 告诉他今天是小月的生日 于是两人就计划着给小月办个生日宴 当小川举着生日蛋糕出来的那一刻 小月仿佛到达了人生的巅峰 即便他不知道小川跟高耀在做什么 但他知道这都是为了让他开心 而三人不会想到的是 这段时光将是他们最美好的记忆 几天之后 扶苏到小川府邸请小川加入举贤堂 起初小川并不是十分情愿 因为他现在只想好好跟玉树谈恋爱 但听到扶苏说准备天天来请他时 小川也只好同意 画面转到高耀这里 他本来正在清点刚刚送过来的供品目录 却无意中发现了他寻觅已久的赵高的消息 闪现县令赵高 进献千年老山深一根 曼哥 你现在赶紧把赵高带来 我要知道一下千年老山深的事情 高耀本来在清点各地送上来的供品清单 结果却无意中发现了赵高的名字 虽然他最近一直都在找赵高 但是也没想到这么轻易就找到了 让他不禁感叹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不过等到太监把赵高带过来 高耀才发现他是个结巴 大人 高耀并没有因为赵高是个结巴就歧视他 反而热情地跟他客套起来 不仅询问他想不想来咸阳做官 还承诺他会全力栽培赵高飞黄腾达 只求赵高发达之后别忘记他高耀 赵高听后当即对天发誓 磕磕巴巴地说他绝不会忘记高耀的恩情 高耀看他说话实在费劲 也不准备跟他聊太多 便想带着赵高去给中车府令送礼 看能不能运作一下把他调到咸阳上班 在进门之前 高耀叮嘱赵高一定不要多说话 实在要说的话就说一些单词 其他的交给他来就可以了 赵高听后欣然英语 不过他还是不小心暴露了结巴的问题 好在这时高耀比较激烈 让赵高赶紧把那根千年老山生拿出来 当听到这是跟延年一寿的千年人生时 中车府令这才有了跟两人说话的兴趣 此老山生长在天寒地洞之处 每百年只长一寸 每一寸可以延寿一年 这颗老山生生长十寸 已经有千年寿命 需分成九九八十一段 连幅八十一天 就可以延寿十年 听到眼前的千年山生是多少金银都换不来的宝贝 中车府令恨不得当场就把他整根吃掉 以便在延年一寿的同时 弥补自己那被阉割掉多年的宝贝 当然中车府令也不是拿钱不败事 他让高耀二人明天去官署找他 届时一定给赵高安排一个靠谱的岗位 见赵高的事情已经步上正轨 高耀马上就来找小川分享这个好消息 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通往权利富贵的钥匙 虽然赵高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县令 但是他会一步一步培养他 直到他飞黄腾达的那一天 小川则劝说高耀不要跟他同流合污 因为赵高是导致秦国灭亡的终极坏人 第二天高耀带着赵高来找中车府令 却被太监告知府令大人已经蹊跷流血不治而亡 赵高看到府令大人已死 便着急的想邀回自己的那根千年老山绳 可是他现在结巴的说不出话来 高耀只好让太监给他找来执笔 不曾想赵高这个缺德货 竟直接把昨日献上的老山绳的事情写了出来 惊得太监直接下令把赵高拿下 原来寓一已经验明中车府令的死因 就是因为昨天吃了半只老山绳 从而导致热气上用蹊跷喷血而气绝身亡 高耀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才刚刚找到赵高 赵高就给他捅下这么大的篓子 小川听后则云淡风轻 认为府令跟赵高都是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高耀让小川别说风凉话 他现在已经被赵高气得马上都要爆炸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 结果他是一个结巴 结巴也就算了 他还那么贪财 贪财也就算了 你知不知道他亲手写下赵共状 这不是找死吗 你说他这样的人能够沉大气吗 我真的是不能 小川让高耀死了这条心 说那个赵高也就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 保不齐历史上的赵高就是这么死的 不过高耀听后仍旧没有放弃赵高的打算 而是让小川也给他想想办法 毕竟赵高是关他们两个的前途 高耀的神态逼真言辞诚恳 举止间更是透露着对未来的热切期待 但是反观小川的神情 却丝毫没有让人感到他为高耀高兴的意思 而同时高耀也不会想到的是 其实在背后推动他命运齿轮转动 正是他最信任的好兄弟一小川 原来自从小川在高耀口中 得知赵高入狱的消息后 不仅没有帮助一起穿越过来打副本的兄弟高耀 而是选择改变历史被刺对头 因为小川觉得 这是除掉千古罪人赵高的绝佳机会 等到第二天 紧接着他就来到举贤堂找到项羽 让项羽秘密调查赵高的罪证 而不知情的高耀此时已经来到天牢 在安抚赵高情绪的同时 保证一定会把他救出去 第二天 项羽就跟小川宣布了调查结果 说他一共查实了赵高三十一项罪证 原来这个赵高身为县令 不仅不为百姓办事 而且还贪赃王法无恶不作 他这次行贿中车府令的千年老山深 更是从当地敬献给秦皇的贡品中偷出来了 最后项羽决定把这些消息 立刻呈给公子扶苏 让公子扶苏去问他的死罪 高耀得知赵高明日就要被车裂的消息后 当即就为他找好了替死鬼 想着暗中先把赵高保下来随后再做打算 可是狱卒却说替死鬼用不到了 因为赵高已经被车裂吓破了 在牢中提前自尽了 看到情况发展到这种地面 高耀的心态是彻底崩溃了 而接二连三的打击也让他卧床不起 不过他还是没有怀疑这是小川搞的鬼 反而吐槽历史上是不是没有赵高这个人 怀疑赵高其实是电视剧瞎编的 小川听后则担心他们改变了历史 别这边他们一折腾 后边就没有指路为马这个成语了 我不管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他要改变谁我不管 但是我们哥俩将来往哪里走啊 我们往哪走关赵高什么事啊 有 就在二人患得患失时 一位太监进来禀告 说秦皇的圣旨道 总管太监高耀尽忠尽责 慎德振心 即刻升任中车府令 引起祖籍邯郸 为援赵国地界 特赐姓赵 赐名赵高 高耀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心心念念找的赵高竟然就是他自己 而一旁的小川同样也是一脸的问号 最后还是在太监的提醒下 高耀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接着 紧接着太监又告诉高耀一条口语 秦皇之所以给他改名 是因为高耀二字听起来像是治病的高耀 实在不能作为中车府令的名字 在送走了传令太监后 高耀兴奋地拉起小川分享自己的喜悦 虽然他来到秦朝后受尽凌卢饱受摧残 但是今天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 可即便他将要成为小川口中会全清朝野的赵高 高耀仍没有忘记拉小川一把 我跟你讲啊别人呢我可以不照顾 你是我的哥们我怎么能不照顾呢 你放心以后我发达了你一定跟着我一起发达 开玩笑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跟我是自己啊 你跟我才可以掏心掏肺地说两句真心话 看到高耀因为自己变成赵高这么兴奋 小川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里 赵高就是无恶不作的大坏人 他现在没法想象曾经的厨师高耀 有一天会变成那个赵高 你不相信啊 我跟你讲我都不相信 随后高耀为了庆祝自己当上赵高 特意拉上小川一起庆祝 而接下来的事情 不仅让高耀跟小川没有想到 就连扮演高耀的张氏和扮演小川的胡歌都没想到 因为导演只是让他们俩演个戏 他俩却直接把角色演进了北影教科书 当然重刷神话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赵高的悲剧就是一小川一手造成的 因为不管赵高怎么努力 但是他就是干不过主角光环 小川不想让高耀变成赵高 但是他没想过 其实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他自己 是他因为自己的好奇心打开宝盒 把无辜的高耀带到了秦朝 是他不讲道理的信任刘邦 导致自己去修长城而高耀被淹成太监 是他暗中被刺兄弟调查赵高 使得赵高在狱中被吓死 从而让高耀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赵高 而如今高耀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作为兄弟的一小川 不仅没有为他高兴 反而显露恨意对着高耀破口大骂 可还有一点小川没有想过 他的这些所有行为都是在改变历史 但是历史在无形中总会自动修正 而这也就导致除世高耀变成了全清朝野的赵高 小川总想着让历史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世上哪有什么感同身受 有的只是冷暖自知罢了 而当高耀变成赵高后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坐上这个位子的初衷 所以赵高第一时间就派出杀手 结果了那些曾经欺负他的人的性命 这其中包括御膳房的御厨 关卢营殴打他的队长 和阉割他的攻行医官 而小川作为工程的守卫官 很快就接到了宫里人员离奇死亡的消息 当把这些人员的名字都书写下来后 小川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是他 小川想到这些背后的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刚刚上位的赵高 而他也再一次选择被刺了队 原来小川通过观察死亡人员的名单 发现这些御厨工医和工奴队长 在生前都或多或少欺负过赵高 所以他大胆推测就是赵高干的 于是他连忙派三宝去给刘邦送信 让其率领一家老小赶紧逃命 可是巧合的是 此时刘邦押送姚义在外 只有吕公跟怀孕的吕志在家 吕公接信后赶紧带着女儿逃离配险 途中正好与赵高杀手擦身而过 此时刘邦率领仲姚义走到盲荡山 在休息的时候刘邦想起 当年吕素就是在这里追上他跟小川 结果落得个为情而死的下场 姚义们听说还有这种渊源 当即决定跪下拜一拜吕素 让他保佑大家一路平安 等到众人祭奠过后 山后突然刮起一阵狂风 紧接着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刘邦为了仲姚义的安全 只得选择先暂时找个地方躲一躲 当他们寻得一处荒宅时 却恰好碰得吕公与吕志也逃亡至此 刘邦接过信后非常惊讶 随即感谢吕素的护佑之恩 紧接着他就想到杀手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他就与吕志商议在这盲荡山中落草 随后他与仲姚义喝酒辞行 姚义趁着刘邦喝醉便开始吐槽 说他是烂泥湖不上墙的典型代表 不仅种地不如农夫 卖力企业比不过屠户 做买卖更做不过那些商贩 这有什么关系 这有什么关系 我根本不屑去做那些所谓正正经经的事 我要做 我就做一番大事 大事 小小的配线 难以一斩我心中的报复呀 刘邦苦闷无人能懂得他心中报复 众人见状只好送他回屋休息 结果这时一条白蛇突然出现拦住去路 姚义们被吓得不敢上前 酒醉的刘邦此时正愁胸中苦闷无处发泄 便准备拿白蛇撒起 赵高挡我的路 毁了我的前程 你也敢挡我的路 我杀不了赵高 我还杀不了你 刘邦恨不得眼前的白蛇就是他的死敌赵高 于是他就毫无顾忌地拔剑挥斩 几个呼吸过后 白蛇被刘邦轻松砍成极端 而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汉高祖最斩白蛇的点 宇智知晓此事后 很快便从其中得到启发 于是他扮作白帝之妻在林中哭泣 说他儿子乃是白帝之子 却被赤帝之子醉酒无得杀死 并发誓一定要找刘邦寻仇 仲瑶一被吕制的这番炒作下的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发现白蛇的头出现在门口 更是惊慌失措 紧接着大家就来到刘邦屋里 遵拜他为赤帝之子 起初刘邦还推脱了一下 不过最后他还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叮嘱大家不要出去宣扬 而因为前几日狂风暴雨的缘故 仲瑶一很难准时到达咸阳交差 刘邦想着与其到了地方白白送死 还不如现在把大家给放了 大伙听后对刘邦感恩戴德 很快就将赤弟子在盲荡山斩白蛇诗人意的故事 在佩献传的人静皆知 赵高一下早朝就去了小川府上 结果发现小月也在这里 紧接着他就跟两人分享 作为内官之首上朝的喜悦 在叮嘱小月要继续背靠丽妃这棵大树后 赵高又开始鼓励小川把禁卫军搞定 而当他把文武百官搞定后 整个朝廷都将是他们的天下 他也就真正成为那个全清朝野的赵高了 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小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赵高 把小月许配给小川时 小川又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为什么 一直以来 我都把她当妹妹 小川这话本来不说还好 一说反而让小月哭得更大声了 赵高见状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小川虽然知道小月对自己的感情 但就是没法跟小月解释清楚 不行 万一小月生气了 就没人替我和玉树传递消息了 一连两次的拒绝让赵高十分不满 就在她准备离开小川家的时候 却意外得知三宝刚从沛县回来 这时赵高的属官也从沛县赶回赴命 说她并没有发现刘邦的踪影 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刘邦其实并没有接到三宝的传信 但就是机缘巧合的因为图中暴雨躲过一劫 而赵高看到三宝从沛县返回 心底默认就是小川向刘邦匆报信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赵高发誓要让小川付出代价 一次偶然的机会 赵高发现小川跟公子扶苏并驾齐驱相谈甚欢 这时候他才明白小川为什么宁肯帮助NPC刘邦 而不帮助自己这个跟他一块打副本的队友 原来是小川早就攀上了公子扶苏这个高知 扶苏深得陛下的宠爱 在朝廷上还有以蒙天为首的支持者的帮助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赵高深知自己现在不是小川的对手 更不是小川身后扶苏的对手 无奈之下只得转头让路 但赵高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紧接着他就来到了秦皇赐子胡亥的府上 但是赵高发现胡亥天天只知道跟宫女饮酒作乐 根本没有一点将来能当皇帝的样子 小川没有弄错吧 胡亥能胜过扶苏 这个胡亥只知道吃喝完了 看来一切都得靠我自己 虽然赵高看到胡亥现在这个屌样子 对他的士气有所影响 但是很快他就又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原来以李斯为首的文官跟以蒙田为首的武官 因为修建秦职道的问题在朝堂之上吵了起来 李斯认为这项工程人力物力财力耗费太大了 国库难以为继 但是蒙田听后却举出了时代粮食的例子 说如果把时代粮食从东北各军运往末北长城 需要运送六个月 时代粮食到最后也只剩下两代 如果修好执道 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从咸阳派骑兵去长城 也只需要一天一夜而已 蒙大将军 如果长城失守了 敌人顺着执道 也不是可以一天一夜杀到咸阳呢 有我蒙田和蒙家军在 长城会失守吗 秦皇看到他最信赖的两位大臣争执得这么厉害 赶紧把二人叫停并说这件事稍后再隐 扶苏公子 曾还没有开口说话 你怎么创死的小人 你好大的狗胆 你不过是一个内官 居然还敢和我顶撞 在这御书房之上 一个宦官 哪里有你开口的资格 扶苏的一番话直接让赵高哑口无言 一旁的秦皇也是一脸问号 因为他从没见过扶苏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扶苏提醒秦皇不要忘了宦官落矮乱证的事情 看到秦皇有些犹豫不决 蒙田又送出一记王诈 律法写明 宦官不能参与公败事务 为令者斩 如今 赵高骗得陛下宠爱 居然对朝政公务指手画脚 理应当众剁去手脚 以示成见 赵高听后慌得一批 因为他这次确实是被扶苏跟蒙田抓住了把柄 所以他赶紧下跪求秦皇饶他一条小命 最后秦皇念在赵高尽忠之手的份上 免其死罪让其今后收敛行为做好自己的本分 而此举也让赵高跟扶苏蒙田彻底结下了梁子 好个扶苏啊 蒙田 我还没对付你们 你们先来对付我了 赵高是越想越来气 既然扶苏跟蒙田二人不想叫他活 他也绝不会叫两人声 紧接着赵高就拿出自己的小本本 将扶苏蒙田写上了黑名单 但是赵高不会想到的是 这次危机其实是他自找的 因为他千不该万不该找举贤堂的麻烦 原来就在几天前 赵高为了能与小川蒙田扶苏抗衡 不惜挑拨李斯跟自己同盟 商议联手扶持胡亥 不久之后 化名胡亥公子和丞相李斯的中益 就在举贤堂的正对面敲锣打鼓的开张 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赵高运用现代思维 派人乔装成平民混在其中推波助澜 说举贤堂的人不是好歹 就因为他们哥三个长得丑 就把他们赶出了举贤堂 赵高听后赶紧接戏 再贬低举贤堂的同时抬高中益馆 以此吸引更多的江湖能人加入他们 紧接着赵高属官让人在举贤堂门口搭台招人 项羽见后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出来直接将中益馆的门客暴揍了一顿 其余举贤堂的门客也纷纷拿起武器出来战斗 就这样双方参战的选手越来越多 参战规模也越来越大 就在场面快要失控的时候 小川带着官兵及时赶到 就在小川准备帮举贤堂出口恶气的时候 李斯准时赶到 并指责小川逊私包庇 你怎么抓被打的人不抓打的人 是什么缘故啊 项羽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愿让自己连累小川 站出来要一人做事一人当 小川被李斯拿住把柄 只得无奈将项羽拿下 危机关头 项羽把公子扶苏请来 扶苏把所有的锅都背在自己身上 让李斯要怪罪就怪罪他 李斯听后赶紧顺着扶苏的楼梯走下来 让小川把他们双方的门客都释放 随后扶苏为了避免让其他人抓住小川的口识 直接让他当着众人的面退出了决玄堂 而这一幕也被远处的赵高看到 他没想到像今天这个局面 扶苏竟然能够处理得如此妥当 他也只能回去再从长计议 你帮我看一下 穿哪套衣服去见丽妃娘娘 才能不辱莫我们蒙家军的威名啊 这套怎么样 这套好像太不谦逊了 那这套呢 这套嘛 也太谦逊了吧 蒙田为了给玉树留下的好印象 拉住了同样是大老粗的庞富将 询问他自己穿哪一套盔甲 既威严又不是礼貌 但是他没想过庞富将的眼光也不怎么样 第二天 蒙田一大早就在宫门口等待着玉树 但是玉树却第一眼看见了他旁边的庞富将 这番操作可是让蒙田心酸的不行 而他们这行人的目的 表面上是秦皇命蒙田护送丽妃狩猎 实则是丽妃想办法创造与蒙田单独见面的机会 原来在不久之前 玉树在小月口中听说了孟江女十年巡夫的故事 便想着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而又因为孟江女的丈夫是修长城被征用过去的 所以玉树想问问长城的督造官蒙田 有没有孟江女丈夫范喜良的线索 一旁的庞富将听到范喜良这个名字 当即就有了印象 因为当年就是因为范喜良他才结识了一小川 蒙田见状立刻让庞富将帮孟江女巡夫 与此同时 图安王后来大秦看望女儿 秦皇在大殿上为其设宴 并同意玉树搬去王后行宫赞助 而这也让负责守备的小川高兴不已 因为他可以趁机多看玉树几眼 但是王后此行却是抱着其他目的 原来图安在咸阳的探子回报 说现在的大秦朝廷分为两个派系 一派是以扶苏蒙田为首 另一派则是李斯根胡亥 王后询问玉树两派孰强孰弱 谁将来会当政谁又会对图安构成威胁 不料玉树这些年只顾着跟小川谈地下恋 从未关心过秦朝的朝廷内政 王后见状指责玉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随后逼迫女儿利用手中全力动摇大秦社稷 玉树听后大惊失色陷入沉思 画面转到孟江女这边 庞副将已经带着她从渤海边找到了嘉狱关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段长城没有寻找 庞副将询问队长有没有见过范喜良 队长思索过后便有了答案 将军你知道他 你们来晚了 他在三个月前已经病死了 得知丈夫已经死去 孟江女好似被晴天霹雳炸了一刀 她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紧接着孟江女就跪在乱葬岗前 拿出丈夫范喜良还没来得及掀开的盖头 大声哭诉自己对丈夫的思念 我们 不及对吧 这是一阵风吹过 将红盖头刮向其中的一块墓碑 孟江女当即明白这下面就埋着她丈夫范喜良 这真是十年的寻找一招的永绝 泪水无法苦干思念更无法倾诉 而孟江女现在只想留在这里为范喜良手里 此时在另一边 蒙田接到下属的密报 说最近李斯常去胡亥的宫中 而且中车府令赵高也每次避倒 我所担心的是赵高和李斯 以前公子继承地位基本上没什么对手 但是如今的胡亥却是不同了 大宫中有赵高 朝廷上有李斯 在民间又开了中议馆 笼络人心 还公然对公子挑衅 显然 李斯和赵高已经有了拥戴胡亥 与公子争夺地位的打算 辅苏听后让蒙田不必担心 因为比起大秦的设计和百姓来说 他能不能上位当老大只是其次 但是就是不能让宦官当到干涉朝政 因为大秦几百年来已经多次被宦官所乱 扶苏绝不能容忍此事再次发生 当蒙田从扶苏的车上下来后 正好被远处的赵高发现 赵高觉得要扳倒扶苏 必须先除掉蒙田这个老练果断的人物 于是他就命人趁着大雨 推倒了一段蒙田督造的长城 蒙田他在兼造长城 偷工减料 制造出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 什么是豆腐渣工程 就是质量不过关 下了一场雨之后 长城就崩塌了 赵高为了扳倒蒙田 不惜千里派人到长城搞破坏 而当他收到长城在雨中坍塌的消息后 连夜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秦皇 但是秦皇听后根本不信 毕竟蒙田一家三代名将 更是他最为倚仗信任的人 所以他打算明日上朝的时候 好好问蒙田个清楚 但是不巧的是 蒙田为查清长城坍塌事故的原因 已经连夜赶往出世工地 庞副将见事态严重 赶紧把情况知晓给小川 小川决定请玉树向秦皇求请 看能不能拖延点时间 给蒙田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调查 玉树得到消息后 当即决定连夜进攻劝谏 结果在临出发时被图安王后阻拦 因为他绝不能错失这样一个 让大秦失去一位栋梁之臣的机会 看到玉树有些飞去不可 王后果断掏出匕首用自己的死来逼迫玉树 小川跟庞副将看到玉树迟迟没有动静 决定想想其他的办法 事到如今了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难道把长城崩塌赖给老天不成 对啊 不如我们就把他赖给老天 庞副将一席话让小川瞬间清醒过来 要知道他可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人 紧接着他就找到项目 让举贤堂的兄弟明天在咸阳散布一个消息 务必要人尽皆知 等到蒙田赶到出世功底 孟江女还在范喜良的墓前哭泣 啊 怪不得这两日狂风暴雨的 长城突然就崩塌了 原来老天爷被孟江女所感动 要把他丈夫还给他呀 这是天意呀 中尉姚依以为是老天被孟江女感动 都纷纷跪下感谢老天 蒙田见状也没说什么 因为既然是天意如此 他们就应该恭敬对待 与此同时 在小川跟举贤堂的运作下 孟江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传遍了咸阳的大街小巷 不久之后的早朝 李斯在朝堂上弹劾蒙田兼造长城不利 但是几位大臣却向秦皇奏名 孟江女哭倒长城之传闻 孟江女 这神话故事啊 陛下 他们 他们是一派无言啊 赵高听后本来想反驳几句 但是又瞬间想到宦官不能干政的律法 所以他只好把嘴闭上 随后朝堂上就此事是否可信朝的不可开交 关键时刻 蒙田的副将带着百里加急文书求见 孟江女为夫之子哭得长城崩塌 当地官员 将士 百姓有目共睹 联名写下这千人长卷 为孟江女请命 求陛下 张表孟江女 忠贞之情 至此秦皇终于相信 决定顺应天意立碑张表孟江女 当然以我们现在对孟江女哭长城故事的研究 他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但是孟江女身上的那种敢爱敢恨的性格 和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纯真爱情的追求 和对家庭圆满的呼唤 更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值得尊敬的杰出女性形象 所以我们才如此的喜欢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就这样在小川跟蒙田的通力配合下 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蒙田并没有因为督造长城不利而被处罚 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还是发现倒塌城墙部分的石头 有人宫砍凿的痕迹 为了给赵高和李斯一点教训 蒙田安排出由东海的术士卢生 为秦皇献上一卷天书图录 还说这卷天书任何人都可以观看 但平常人什么字也看不出来 只有一心求仙的陛下 能看出其中的玄妙之处 秦皇听后根本不信 就让赵高拿过去查看 但结果还真如卢生所说 赵高什么也没看出来 秦皇健壮一脸嫌弃 把天书夺过来亲自查看 不料还真叫他看出了一些端倪 王秦者 胡言 恭喜陛下看出天书 卢生见秦皇真的看出了字 赶紧对他拍马屁 但是秦皇根本高兴不起来 因为天书展现的内容有关大秦的兴亡 蒙田健壮立即起身 竟然说胡所指的就是胡汉 应该将他赶出宫去 赵高听后慌张的一批 然后他赶紧示意李斯出言反驳 李斯觉得这个胡字并非指代人民 而是指北方的胡人 前些日子长城坍塌 预示着北方边关告急 在长城没有修好以前 我们必须派精兵强将在边关驻守 所以纵观当今大秦 也只有蒙田将军能担此重任 李斯的发言不可谓不服底抽薪 而且更直接说进秦皇的心坛里 因为对于他这种求先问道之人来说 长城的坍塌属于天义 而天义正好与天书自然相通 所以他觉得李斯说的非常有道理 随后秦皇就表露出了派蒙田去镇守北方的椅子 并询问蒙田有什么难处 把镜中报国当成自己人生信条的蒙田 自然不会多说什么 因为就算秦皇叫他当场去世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拔剑自吻 林初征前一天 蒙田过来找到小川 希望他能够尽心竭力保护扶苏 扶苏和向羽是我的朋友 向良是我的师父 就算你不拜托我 我也一定会帮他们 得到了自己需要的答案后 蒙田就此告别 并让小川保护好那个人的安全 等到蒙田出征离开咸阳后 赵高立刻就开始了反击 他让属下与各地儒生打成一片 将儒生醉酒之后写下的忽逆之言拿给秦皇看 还告知这些人都是扶苏举贤堂中的门客 秦皇看后大怒 认为儒生们这是忽逆谋反 紧接着他就命赵高彻查此事 得到秦皇的指令后 赵高马不停蹄地赶到举贤堂搜捕儒生 并用驱打成招的方式给儒生们强加上罪名 小川虽然明白这是赵高的诡计 但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到什么对策 这已经不是举贤堂的事了 而是天下儒生的灾祸 如此大的浩劫 是对我们大秦社稷的破坏 扶苏不想再让局面这么发展下去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好选择上殿为儒生们说话 殊不知此举正好中了赵高的连环套 赵高诬陷儒生之乱的背后 全是六国余孽在背后推波助澜 李斯建议趁此机会将六国余孽全部处死 让天下的人都知道秦王的威严 丞相所言甚何正义 朕就是让天下人都知道 朕乃是千古一帝 不得有任何人诽谤 然后虽然扶苏极力在帮儒生们及六国后人说好话 但处于暴怒之中的秦王哪里听得下这些 因为他觉得所有此事跟他意见相总的人 都有与他谋反的想法 而为了惩戒扶苏 秦皇将他轰出大殿 责令其去上郡辅佐蒙田镇守北方 三宝看到扶苏被抬出来 赶紧将情况汇报给小川等 小川意识到整个举贤堂都要遭殃 便赶紧让向良项羽逃亡 自己则去通知举贤堂其他门客撤离 但他终究是晚了一步 小川和举贤堂众人 被赵高正好堵在了门口 可即便如此 赵高此时还在想着念及昔日的情分 看到赵高这么说话 小川根本不为所动 全然忘了自己支持扶苏是在改变历史 紧接着他就拿出举贤堂的名单 说自己刚才已经重新加入举贤堂 要杀要寡西听尊便 天敖中赵高承诺小川 只要他能跟自己一起指认扶苏 就会放了他 可谁知小川直接一口浓谈吐在赵高脸上 赵高见状立即还以颜色 随后又拿起皮鞭狠狠地抽在小川身上 而赵高两鞭子下去 发现他还穿着小月给他做的衣服 随即又对小川起了恻隐之心 小川听完赵高的话后 先是无动于衷 后又鄙夷不屑 紧接着他就立刻把小月的衣服脱了下来 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要跟赵高小月划清界限 这次赵高再也没有任何顾虑 命令龙西三煞将他吊起来打 而很快小川就因为严刑考打晕了过去 你去帮他找一个大夫 别让他死 赵高命远将小川带走后 又把三宝抓了过来 在赵高恩威病师的威胁下 胆小的三宝很快反水 忘记小川对他的再造之恩 现在你只要发誓对我效忠 我马上可以让你坐易小川的位置 但是呢 你必须立刻去揭示皇宫内外 而且要随时听我调遣 为我办事 看到三宝臣服之后 赵高立刻将他扶了起来 并示意拢西三煞向他靠躬 你们听好了 军中有我三宝 民间有我三杀 你们通力合作 把中议馆变成我赵高的FBI秘密特务组织 而虽然赵高把这件事做得非常隐秘 但是小月还是从三宝的举动中察觉到了异常 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赵高 起初赵高并不承认 直到小月说要将此事告诉丽妃 让丽妃去求秦皇把小川放了 赵高这才说出了事实 然后把小川脱下来的衣服拿了出来 他在临死前要我交给你的 小月听到小川离世的消息如遭雷批 之后虽然赵高在旁边不断安抚 并说再给他找一个强硬的婆家 但是小月却好像什么都没听进去 因为他谁也不想要 更没有人能在他的心中代替小川 紧接着小月就开始吐槽赵高心狠手辣 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那么喜欢小川 却依旧对小川落井下石 枉费他平时对赵高那么敬重 赵高听后伤心坏了 当即大骂小月是个白眼狼 赵高看到小月如此迷恋小川 甚至现在开始忤逆自己 心中的不满瞬间爆发 要知道他对小月比对高兰这个亲妹妹还要轻 到头来却只换来小月的不理解 小月听后当即给赵高磕了三个响头 第一个头感谢赵高认了他当妹妹 让他不再孤苦伶仃 第二个头感谢赵高一直以来对他的悉心照顾 第三个头则是要跟赵高了断这段兄妹情分 让赵高以后多加保重 尽管赵高现在心如刀割 但他还是服软了 谁叫小月是他在秦朝最亲近的人呢 因为他跟妹妹高兰自小无父无母 两个人相依为命长大非常不容易 如今就算穿越到了秦朝 老天还是给他送了一个秦朝版的妹妹 所以赵高最后还是妥协了 他宁可自己受折磨 也不希望妹妹小月受到伤害 万般无奈之下 赵高只得告诉小月小川还生还的消息 小月见了小川之后 叫他不要记恨赵高 有些仇恨 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听了小川的回答后我直接抱粗口 人家赵高被你带到秦朝的时候 你告诉人家既来之则安之 人家赵高被阉割后 你不仅不为他报仇 还给罪魁祸首刘邦通风报信叫他逃跑 并且要不是你当时选择被刺赵高 赵高也不会被推着走到今天这一步 如今你刚挨了顿打 就说要记恨人家一辈子 纵观全局 赵高可能对不起任何人 但是绝对没有辜负你一小川 而你有着主角光环加持 更有众多女配为你赴汤蹈火 所以你这次也在本剧第二大白眼狼的帮助下 暂时从赵高手里捡回一条幸运 与此同时 蒙田得知咸阳的情况后 连忙快马加鞭赶回咸阳 不料却在途中遭遇一伙不明黑衣人的刺杀 蒙田虽身经百战盖世无敌 但还是被刺客的案件所伤 图案的金将军路过此处 将刺杀蒙田的刺客活捉带走 不久之后 蒙田抵达工程之外 而就当他准备进殿进殿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体力不止 原来刚才中的案件之中含有剧毒 与此同时 赵高在大殿上向秦皇禀报 说460位妖言惑众的儒生已经全部被坑杀 并且他还从举贤堂中的门客中拿到了谋反的证词 秦皇听后埋怨扶苏隐狼入室 李四则建议趁着坑杀儒生的当口 把举贤堂的反贼一并处决 以彻底打消六国余孽的谋反之心 随后秦皇让大殿之上的其他大臣 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但群臣碍于李四与赵高的权势 全都不敢坑声 陛下 众臣中并没有反对之声 那就这么办吧 请陛下三思 在这危急的关键时刻 蒙田忍着剧痛龙行虎步地走进大殿 也使得大殿之上的局面迎来反转 只见他三言两语 就打破了赵高李四刚刚伪造的铁证 臣要弹劾中车府令赵高 请陛下赐他死罪 赵高趁我和公子不在咸阳之时 大殿之上无人敢反对他之际 以仗自己的权势插手公卖事务 胡说 滥杀无辜 一派无言 闹得满城风雨 你诬陷诬陷诬陷 天下之人还以为第二个落矮又来了 蒙田跟赵高因为举贤堂的事情 在秦皇面前针锋相对 当然蒙田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理解 毕竟他手握重兵更是秦皇最倚重的人 但是赵高如此这般就值得我们斟酌了 而这其中的答案更是呼之欲出 那是因为曾经受人欺负的厨师高耀 已经完全成长为全清朝野的赵高 因为无论是哪一朝哪一代的宦官 都没有胆量敢跟一位大将军这么讲话 更何况这人还是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的蒙田 而蒙田为了保护举贤堂 直接开门建山将自己跟举贤堂绑定在一起 强调如果举贤堂有罪 那么他蒙田也有罪 紧接着蒙田又罗列出了本案中的疑点 如若举贤堂有谋反之意 根本不会在围捕之时束手就擒不作反抗 谋反反正是死罪 谁都会拼死一搏 他们束手就擒 这不是很奇怪吗 显然举贤堂根本没有谋反之意 蒙田认为那些谋反的供词可能全都是屈打成招 赵高见状立即喊冤 因为他有满满一箱子的证词 蒙田看到这些证词并没有说什么 又开始质疑起了赵高 这些供词都是你亲自审问的吗 当然 听说那些犯人也是赵大人亲自抓的 当然 听到赵高亲口供述自己的罪状 蒙田当即弹劾赵高 说赵高之罪有二 一是逾越国法宦官扰政 二是违抗陛下御令应当无马分尸 尽管赵高解释他只是暗指办事 秦皇仍询问李斯律法中是如何规定的 李斯当着众位大臣和蒙田的面 自然不敢偏袒赵高 说律法却有这种规定 听到李斯说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蒙田又开始把矛头指向他 丞相对此事睁一眼闭一眼 那是不是对大秦社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李斯看到蒙田这么认真 赶紧让他给自己留点面子 可是蒙田这次好像是发疯了 他不仅要接着弹劾丞相李斯 还要弹劾大殿之上所有的每一位大臣 因为他们全都知道律法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提醒陛下 从而任由一个宦官作乱 论律 当灭三族 李斯 为百官之首 罪加一等 当灭六族 蒙田记名举仙堂 罪名难逃 论律 该灭三族 臣 请将大殿之上所有臣子 全部治罪 看到蒙田分析的头头是道 秦皇终于想明白了一切 可是他还是不忍心责罚文武百官 蒙田见状还想说些什么 结果这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然后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原来蒙田刚刚中毒后一直在苦苦坚持 虽然他凭着一己之力将举贤唐一按逆转 但只差最后一步 他就能让秦皇治李斯赵高的罪 秦皇让鱼一把蒙田带下去好生治疗后 对着满朝文武大发雷霆 下令蒙田遇刺一案交给廷尉全力查办 举贤堂一案则暂且搁置 待蒙田商誉之后重新会审 文武百官自李斯之下 急掠起伐去三个月的凤路 凤国王之命前来协助王后的金将军 带来了蒙田遇刺的好消息 王后要玉树将刺客一事透露给秦皇 找机会一举除掉李斯和赵高两位重臣 玉树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个要求 但是却突然改道去了赵高府上 立生冷语用刺客要挟赵高放出小川 赵高害怕事情暴露只好同意 小川虽然因此获释 但也成了一介平民 他来到行宫与玉树见面 两人约定为了彼此都要努力的活着 图安王后知道玉树用刺客去换了小川后 气得直接要寻死密活 因为他没有颜面回去见图安的父老乡亲 玉树看到母亲誓死如归 艰难的答应母亲跟小川老死不相往来 此时蒙田也从昏迷中醒来 但是御医却告诉他不能随便活动 因为只要一活动 气血就会运行的更旺盛 毒性也就会扩散的更快 而且这种毒是两种毒药混合而成 烈性毒药蒙田的体质可以扛住 但是另一种销魂尸骨的慢性毒药 却无药可治 看到御医束手无策 小川当即想到了催蚊子 但是蒙田却叫他别下折腾 自己还有重要的事跟他讲 虽是一片绿叶 我一只青山 蒙田知道自己身中剧毒时日无多 便跟小川交代起了后事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蒙家是世代中立 自我从军习武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做好了热血报国的准备 小川听出了蒙田的意思 赶紧让他别放弃自己的生命 而蒙田却分析起了当今的局势 说卢生被坑杀举贤堂 被查抄有人刺杀他 到底这些事情是谁在背后指使 他们其实都一清二白 只是他们现在没办法除掉赵高和李斯 因为李斯是当今丞相百官之首 大秦多亏了他才成就罢业 他蒙田不会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就痛下杀手 小川 杀掉他们 大秦不稳 他们大权独乱 大秦依然不稳 小川这时才明白 之前是蒙田跟扶苏能在朝堂上牵制他们 所以大家相安无事 而如今现在二人都不在咸阳工作 所以才会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大事 蒙田强调这种情况 还会随着他的死去变得更加糟糕 所以他急需一个替代自己的人 在接手三十万蒙家军的同时 能够在朝堂上跟他们抗衡到底 小川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你 你凭什么这么说 虽是一片绿叶 我以知情善 小川听后为了御术 果断地拒绝了蒙田的好意 因为在他心里爱情是第一位的 这时就有人问了 如果以小川现在的实力要买车的话 应该买什么车呢 那我必须推荐一波董车地 董车地的车型库可以解决任何人在选车时的烦恼 如果你有购车计划 完全可以选择董车地 它会让你对喜欢的座驾有更全面的认识 在选车时为您提供最便捷的帮助 随后蒙田为了让小川接管兵权 命运压来了十个漂亮的匈奴女子 这是小川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乱世的不公 女人做密探被抓后 竟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原来蒙田为了逼迫小川接受兵权 押来十名被俘的匈奴女子送给小川 可是小川早已不是之前的花花公子 所以他拒绝了这个要求 可没想到有个女子顽强的不行 面对士兵的大嘴巴 德乡根本不屈服 无论士兵怎样毒打 他都不为所动不肯下跪 小川不忍心看到德乡继续挨打 获利收下了这个礼物 我就要这个 看到小川渐渐有了改变 蒙田又闻了闻手中的叶子 看那神情是已经把小川吃定了一样 而虽然小川违背自己的意愿就吓了德乡 但德乡在恢复自由后的第一件事 却是要杀死小川 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十姐妹都要来 我从来都不会把人 尤其是女孩当成礼物送来送去的 今天把你要下来 已经是违背了我的原则 我怎么可能要十个呢 虽然小川刚才不想把十个女孩都要下来 但他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这一决定 因为德乡等十位姑娘 只有被他选中才能活下来 其他人明日都要被林池处死 紧接着德乡就埋怨小川 为什么不把他们都要来 小川听到是这个情况 他也有些始料未及 虽然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蒙田说起 但是蒙田却说军中无戏言 他作为军队统帅 不可能做出招令西改的行为 这倒是我求你的 你根本原来谁都不用求 他们谁都不用死 如果你愿意接手蒙家军的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蒙田告诉小川 如果他接手了蒙家军 他就可以成为女孩们命运的决定者 但是如今却因为自己的自私和怯懦 让他们白白付出了生命 随后蒙田拿出一卷花名册 说军册上有各式各样的犯人 有些人要被处死 有些人要被流放 那十个匈奴女子只是冰山一角 要想把所有人都救下 根本是救不完的 小川见蒙田态度如此坚决 顾兮下跪求蒙田高抬贵手 但是蒙田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这种事情放在以前 他可以轻松地答应小川 但是如今他身体状况每日俱下 所以他必须逼迫小川接手兵权 为大秦两千万的子民谋一个未来 随后即使小川在雨中跪了三天三夜 蒙田也没有被打动 直至小川因为体力不知昏迷了过去 等到小川醒来后 另外那九名女子早已被蒙田处死 不过小川的行为 也彻底感化了德乡这位匈奴女人 先生 因为你的梦里彻夜跪求 他们是被直接处死的 他们的灵魂 灭去了被凌迟的痛苦 可以直接上天堂了 先生 德乡要用一切 包括生命 来报答先生您的恩情 听完德乡的话语 小川一时间竟忘了这是什么时代 他不明白为什么痛快地死去 竟然也成了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此时在大殿上 秦皇收到了北方荣笛大举进犯的军情 便询问大臣们该怎么办 李斯觉得此人选非蒙田莫属 应该派蒙田前去应战 蒙田接令后没有拒绝 只是想让秦皇下一道圣旨 任命前皇宫侍卫将军 易小川为他的副将 荣笛侵犯秦夺北境 蒙田代伤请因 并请秦皇下圣旨任命小川为其副将 小川没办法指的接旨 出征之日 蒙田忍着病痛精神抖擦地出现在全军面前 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军心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小川学习 这时赵高来到贾欣欣为蒙田送行 言语中刺探蒙田的病情 但他也被蒙家军的军威震盛 所以他跟李斯商量 绝不能让蒙田和蒙家军得胜海潮 不然易小川加官进爵之后 绝对会报复他们 紧接着赵高就派人伪装成村民 以带陆之名混入了军营 并趁战士们晚上熟睡之时 将军营中所有的水车破坏 等到小川察觉到不对 已经为时已晚 此次我们的行军路线非常隐蔽 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怀疑是朝廷里面的知情人 做了他们的内奸 蒙田虽然也已想到了这方面 但是在解决水源问题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干 因为那几位看守水车疏于直守的士兵 必须要军阀处置 就在田舞长几人要在自裁谢罪的时候 小川拦住了他们 并跟蒙田说自己已经有了应对之法 你的对策是你的对策 听不听用不用 是我说了算 除非你能放弃御术 加入蒙家军 接替我的位置 否则 你所有的对策我就当没听过 你什么意思 你居然拿三万人的性命 当作要先我的筹吧 小川没想到蒙田给他来这一套 而蒙田这么做也有着他自己的道理 因为现在困在沙漠中的军队 总共是蒙家军的十分之一 将来如果他不在 三十万蒙家军就会群龙无首 届时秦国将会陷入混乱 两千万百姓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到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晚了 并且如果小川现在不答应接任的话 眼前的三万人早死跟晚死有什么区别 一边是深爱着的御术 一边是蒙家军的三万名将士 小川是哪一边都不想放弃 而蒙田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才彻底改变了小川的想法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大秦国门被匈奴 被戎敌踏破 那玉树公主又会流落何方 玉树公主又会被何人所造的 你想过没有 看到士兵们马上就要被渴死 小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因为他真的无法眼睁睁的 看着这么多人死在自己眼前 他不想让这么多士兵从此失去亲人 玉树 你就问了我吧 从此以后没有小川 就这样 小川在蒙田的一步步紧低下 终于成了蒙家军的少将军 我蒙田 随蒙家军的将士们 一同败谢贤地了 现代小伙穿越到古代 如何运用科学知识在沙漠中取水 你看胡歌饰演的易小川就行了 只见他把头盔放在地上 然后将长剑悬挂在头盔的正上方 最后吩咐士兵们各自按照他的方法摆放 强调第二天头盔里就会有水出现 有水 真的吗 真的会有水吗 是啊 会有水 就这样仅仅只是过了一个晚上 将士们每个人的碗里都多了半碗水 不知其中原由的战士们纷纷说这是天水 小川也一下子就在重将士中树立了威星 当然这水并不是小川凭空变来的 而是他发现烈日炎炎的沙漠中 竟然长出了绿色的植物 这让他意识到空气中含有不少水分 所以他就利用沙漠的昼夜温差变出了天水 并且还因此稳定了军心鼓舞的士气 看到小川第一时间就解决了水源问题 蒙田高兴的差点跳起来 这下他终于可以放心的去死了 因为小川一定能够扛过蒙家军的大气 然而小川果然没有让蒙田失望 在有了水之后 他继续让士兵们装作奄奄一息的样子 以此来骗过敌人的赤后 什么大秦的长盛之师 我看得出明日他们就会全军覆没呀 随后小川又安排士兵在敌人面前 掩起了苦肉计 将田无掌等几人看守赶出了军营 而这些连环计非常有效 田无掌等人被斥后当作奴隶带了回去 荣敌首领帕甲阔见后果然重击 沙漠里的太阳已经帮我们夺取了敌人的勇气 现在是时候出发了 帕甲阔认为此时正是清朝出动 一举歼灭秦军的大好时机 可是等他们辛辛苦苦跑到秦营 小川早已命人设好了埋伏 荣敌的士兵们片刻之间就被杀得片甲不留 被俘的田无掌等人也趁机剪开绳索 一刀结果了洛丹的首领帕脚扩 见敌军大势已去的小川 却突然命令蒙家军停止进攻立即收兵 蒙田跟庞副将对此非常诧异 小川告诉二人 自己的策略是秦非先秦王而不是大开杀机 蒙义啊蒙义 难道你不清楚战争的法则吗 那是大哥队战争的理解 现在我是蒙家军的土栓 我绝不会让那九个匈奴女子的事情再次发生 小川强调蒙家军现在既然归他管 就必须遵守他蒙义的法则 与此同时 三川郡守理由接到蒙田的战报前来支援 结果正好赶上蒙家军的庆功宴 而这位理由正是丞相李斯的独子 不过他却是蒙田的门生 蒙田告诉理由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请他不要就自己遇刺的事情责问他的父亲 师父 又说家父 虽然我无真平时据 但是这件事 你父亲和赵高恐怕难脱干系 蒙田深知理由以国为先以家为子 所以他才敢告诉理由这件事 除此之外 蒙田还请求理由暗中帮助小川 这样才能保住秦国的江山社稷 蒙家军凯旋回朝之后秦皇大跃 蒙田趁着他高兴 说出了一小川是他弟弟蒙义的事情 秦皇见小川原来是中门将士之后 立刻让蒙田安心养兵 让他暂皆将印 统今日期 蒙义未尚清 辅佐蒙田 同兰居物 臣 遵旨 李斯跟赵高看到小川摇身一变成了蒙义 顿感危机四伏 因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还没扳倒蒙田 此时却突然又冒出来一位蒙义 无疑为他们以后全清朝也增加了难度 这时李斯想到春秋以来都有后妃与外观勾结谋反的利物 所以他就让掌管恭敬的赵高 监视一下丽妃跟蒙义之间的往来 看看能否拿到什么有利的证据 随后赵高来到公门处 让三宝特别关注从丽妃宫中走出的人 而赵高这边刚走 三宝就碰见了这小月 不过等小月走了之后 三宝才反映事情不太对 这赵大人和小月姑娘怎么都急匆匆的 不对啊 这小月姑娘就是丽妃娘娘宫中的人啊 我要不要告诉赵大人啊 小川虽然明白玉树对自己的感情 但是他现在接管了蒙家军 已经变得跟原来不一样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混世魔王易小川了 我现在是蒙义 小川认为他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他只能舍弃对玉树的清单 做一名保家卫国的好将决 紧接着小川就删除了手机中的所有视频 最后给玉树录了一份分手视频 因为为了蒙家军和大秦设计 他必须让小川和曾经属于他的一切 全部消失在尘埃中 随后小川让小月把手机带给玉树 然而等到小月来到宫门时 却被两个太监强行拖走 他身上的手机自然也就落到了赵高手里 其他人都觉得这就是个腰牌 但是赵高却认识这是手机 蒙义啊蒙义啊 你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你会玩手机啊 在看完了手机的内容后 赵高才知道小川不是玉树的亲戚 而是玉树的地下情人 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 赵高很快就让秦皇把小川跟玉树叫到了一块 然后堂而皇之地将手机从怀里拿了出来 小川看到手机被赵高发现 决定一会就说自己对玉树丹相思 这样也能保全玉树一条性命 蒙义暗中勾结丽妃 还产生了情愫 曾还拿到了真凭实据 陛下 这里面的图像 记录了蒙义对丽妃的情话 陛下 您看吧 可是就当赵高把手机给秦皇后 秦皇确实有些不知所措 他不明白赵高兴师动众的 给自己一块黑疙瘩是干啥用的 陛下这手机的屏幕里面有图像 什么手机 什么屏幕 你说的话 朕什么都听不懂了 赵高还以为秦皇不会使用 赶紧把手机拿过来查看 结果发现原来是手机没电了 蒙义 你把充电器拿出来 充电器拿出来 赵大人 您今天说的话 完全是子虚乌有 莫名其妙 您的东西 我也从来没见过 小川装作啥也听不懂 询问玉树听说过没 玉树则让秦皇为他主持公道 秦皇让赵高不要再无理取闹 这时玉树把手机拿来 说手机是他从图案带来的书装用的镜子 赵高少见多怪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怎么可能没见过 这手机我有舞台啊 秦皇看到赵高是到如今还想狡辩 当即就要治他的罪 这时赵高想起来还有一个人证 赵高希望小月把蒙义和玉树来往时交代清楚 不然他可只有死路一条 小月听后左右为难 他说了实话 小川难免一死 不说自己老哥又难逃一劫 万般无奈之下 小月只好把所有的锅都背自己身上 说他一直暗恋着小川夜不能寐 此次出宫更是凭借丽妃贴身宫女的关系 私自出宫偷看小川 没想到被抓了现行 手机也是他替丽妃保管的 胡言乱语 一个宫女 怎么能对外人动心呢 秦皇让掌管内宫的赵高按照律法处罚小月 并言令其不能逊私往返 赵高没办法 只好宣布将小月停仗一摆再逐出皇宫 不过令人寒心的是 小月此番缘故主要是为了救小川和玉树 但是二人现在却冷眼看着小月挨打无动于衷 赵高看到妹妹被打晕了过去 连忙求秦皇放小月一马 但是秦皇依旧铁面无私 仍是一士兵接着刑起 赵高见状只好用自己的身躯为小月打下 玉树跟小川件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局面 终于想起来为小月求情 秦皇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妃子和武将跟着求情 只好下令免去下面的处罚 随后赵高看到小月就算是在婚礼中 仍不忘记念叨着小川 心中的恨意更是浓了几分 他发誓一定要将小川和丽妃错骨扬灰 将军 你身份尊贵 怎么能对一个奴隶道歉 更何况 还是个匈奴女子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个奴隶 一切都是主人的 别说要你的杀金 就是要你的信任 你不能说个不字 解下来 庞副将霸道地让德香解下自己的腰带 但是却遭到了小川的否定 紧接着小川就让庞副将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并把它让给德香穿 原来刚刚在演武场 士兵们玩的球类游戏引起了小川的注意 经过田舞掌的解释 小川才知道那个皮球其实是个猪虽跑 而为了改进这项游戏的趣味性和运动性 小川决定教给士兵们怎么打排球 但是苦于没有替代球网的东西 直至他看到德香腰上的杀金 不过此举却让德香有些尴尬 德香如果解开它 德香的腰服便会弄出来 小川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冒昧 连忙躬身跟德香道歉 一旁的庞副将看到小川这般低三下四 觉得他身份太尊贵 不能跟一个奴隶道歉 小川听后不以为然 反而叫庞副将脱起了衣服 庞副将没办法只好赵总 德香 看到小川要让奴隶穿上蒙家军的军服 庞副将更加不乐意了 但是小川听后根本不管 因为这里是军营 他说的话就是命令 等到德香穿着庞副将的军服 出现在众人面前 立马就引起了田舞长等人的注意 而有了沙金就解决了球网的问题 小川让田舞长把沙金绑在两根竹竿上 然后在场地的中央拉成一张网 就这样排球这项运动在小川的带领下 比西方国家提前了两千年在秦朝普及 小川本以为经过这件事 庞副将会对德香的看法有所改变 却没想到在第二天德香去归还衣服的时候 庞副将一把将衣服拍在地上 强调这分明是对蒙家军军服的亵渎 要是就算今天小川下令处死他 他也不会穿奴隶穿过的军服 庞将军的意思是 奴隶不配穿军服是吗 末将正是词意 那么庞将军跟蒙义应该第一个脱下这身军服 马上离开蒙家军 这是为何 你忘了我们之前都做过奴隶吗 照你今天的说法 我们现在正在亵渎这身军服 小川让庞副将牢牢记住 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他们不能因为一场战争的胜负 就让人觉得有贵贱之分 因为今天大秦如果这样对待匈奴人 明天匈奴人也有可能这样对待大秦的子民 如此战争就会连绵不断永无止境 今天你能够穿上这身军服 代表你有保驾卫国的资格 但绝不能用来作为侮辱别人的资本 你自己做过奴隶 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小川告诉庞副将 他们现在修筑长城只能够挡住兵马 却永远都阻挡不住仇恨 庞副将听到小川说的头头是道 心里对奴隶的看法也有了细微的改变 他先是对着德香攻身道歉 又收下了德香为他清洗过后的衣服 怎么有股香味啊 看到自己破洞的衣服被德香补了起来 单身三十多年的庞副将 一时间竟有了心动的感觉 而小川的格局不仅影响到了庞副将 就连德香这个异族女子都对他钦佩故意 发誓自己是真心归顺陪伴小川左右 小川叫德香不必拘谨 随即询问他作为一名女刺客 都经历过哪些特殊训练 飞檐走壁 千行折服 暗器投毒 夜行突击 这么听起来 那不就是特种部队吗 不如我也组建一支特种部队 今天我将大家着急在这里 是为了成立一支特殊的战队 这支战队就如同你们胸前的猛虎 来去无踪 丢猛异常 我把它叫做飞虎队 小川决定组建一个古代版的特种部队 但没想到还真的让他装到了 他先是从三十万蒙家军中选出两千名精锐 然后通过比试面试正审三道工序 从中再选拔出十名佼佼者作为飞虎队的队员 小川告诉大家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这支队伍只接受他一个人的指挥 更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飞虎队的存在 因为他们所要完成的 是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 做好思想工作后 小川示意得香跟田舞长开展训练 因为这些飞虎队员们都是来自蒙家军 所以他们的身体素质都出奇的好 飞檐走壁 前行折服 暗器投毒 夜行突击 这些看似复杂的训练 对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而为了达到更好的训练成果 小川不惜将现代的健身器材模拟到了古代 就这样秘密训练了一周后 飞虎队的队员们迎来了拖胎换骨的变化 他们现在不仅干兵作战素质显著提高 团结协作能力也是非常的强悍 并且他们还将兵器替换成 短小金汉的匕首和十字能 甚至每个人的指甲盖乃至头发都暗藏了剧 想想这样的一支部队 就算是放到现代也是相当炸裂 就在小川思考飞虎队接下来该如何展开训练时 几发案件从不远处袭来 就当刺客们准备趁着人多适中 解决掉小川跟旁副将士 飞虎队的成员突然从四周出现 原来小川早已料到赵高会搞这么一出 所以早早就做好了安排 而赵高找来的杀手虽然有点本事 但又怎么比得过小川精心训练的飞虎队精英 几个回合下来 杀手们就被飞虎队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小川却突然叫德香停手 熊猫猫追 让他回去 给主子报个信 看到飞虎队出现成效 小川大胆地让刺客回去报信 庞副将看到刚才击退敌人的 就是之前被他瞧不起的德香 连忙为之前的行为道歉 因为他平生最佩服的就是英雄好汉 更何况德香还是位金国英雄 庞猫是个直肠子 以前错看了德香姑娘 说话做事多有冒犯 请姑娘一定别放在心上 再办一下 将军也受德香一拜 看到二人没有停下去的意思 小川连忙叫停了二人 因为他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庞副将看到刚才的暗器 跟刺杀蒙田的一模一样 恨不得当场将赵高错骨扬灰 就在德香以为能从抓到的俘虏中 获取口供识 田舞掌却跑过来说大事不妙 原来这些刺客在出发前 就已服下了定时发作的毒药 不管刺杀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们都将有来无回并且死无对证 赵高收到刺杀失败的消息后 不由的被小川的神秘卫队 吓得心惊肉跳 紧接着他就想到小川有可能会反击他 所以吓得他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而同样睡不着的还有庞副将 庞副将看到德香为他打的衣服不定 心中小鹿也是乱撞的不行 所以他就拿着礼物准备跟德香表白 可是等他见了德香后 却激动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可能这就是初恋的感觉吧 庞将军有什么事吗 看出场面着实有些尴尬 庞将军只好拂袖而去 但没过多久他又让一个士兵返回 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德香 并且还得当着他的面把礼物打开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 哦 将军下令了 说让我看清楚一些 姑娘是高兴呢 还是不高兴 回去向他禀报 本以为庞富将单身三十多年 不知道如何追求女孩子 这番操作却是让我闪了眼 而德香也被他的情谊所感动 所以有时没事就去叫场偷描庞富将 庞富将同样注意到了德香的到来 两人四目相对就像那干柴与烈火 恨不得当即就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但是命运终究是给他们俩开了一个玩笑 图安王后与金将军秘密潜入咸阳 密谋在秦皇的寿宴上下毒刺杀秦皇 而又因为秦皇有专门的是菜官 王后特意从图安空运了两颗珍稀的毒药 这两颗毒药单独使用没有任何毒性 若是同时吃下就会立刻昏厥 七日后七窍流血而死 王后让奶娘想办法混入御膳房 把红色药丸投入酒壶 再把白色药丸投入菜肴 这样就无法查出毒药的来源 也无人会想到与图安有关 到了宴席这天 秦皇觉得只有酒肉没有音乐甚是枯燥 便把失踪多年的高剑离请来给大家助行 而这优美的秦生也把御术吸引了过来 并在不知不觉中同秦皇一同引用了毒脚 看到台上的御术马上就要吃下毒菜 下方伪装成越式的金将军再也按捺不住 只见他不顾王后的阻拦强行出手阻止 就在众人愣神的瞬间 下方弹琴的高剑离突然弹射而起 抱着木琴就朝秦皇砸了过去 只可惜他为打消秦皇的怀疑自毁了双眼 不然他也不会砸到空处 高剑离一击不成还想继续 可是秦皇此时已经反应过来 然后一脚将这个反贼踢了下去 秦皇自认对高剑离不博 却没想到他会恩将仇报 我与锦柯乃生死之交 锦柯死于你手 此仇焉能不报 我把自己眼睛弄瞎 就是为了让你放心 好接近于你 不了 还是如锦柯 功亏一困 秦皇闻言之后暴怒 直接一箭结果了高剑离的性命 等到众人都离去后 赵高在其中的一块银砖上发现了异常 有毒 赵高看到手中的银砖有些差异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决定私下调查一番 而这次小川在危机关头救下圣家 也惹得众大臣纷纷上座为他请功 但是赵高却觉得应该未与筹谋 臣亲眼见到 梦义的筷子如此强劲锋利 穿透柱情是轻而易举 要穿透血肉之躯也是不在话下 他今日呢 忠心耿耿可以救家 但是来日呢 如果生了一心想要刺杀陛下 也是一如反掌 赵高的分析把秦皇下得一机灵 很快他就下旨六国的后人不得上殿 众位大臣也必须离他三丈远 可即使是这样 赵高还是觉得石杖对小川来说都不够 应该把他派去束手边关 就在秦皇犹豫之时 北疆传来八百里加急电报 原来北方的匈奴抢占了之前荣敌退出的区域 准备挥军南下一举围攻北疆 陛下 那这样的话更应该派蒙毅领兵出征了 秦皇见状也没犹豫 立即下令让小川领兵出征 可赵高虽然用计把小川派了出去 但在他心中还有一根刺没有拔出 原来他想趁着小川不在咸阳 把天牢中的举贤堂余孽全部斩杀 这样就算扶苏从上郡归来 届时他在咸阳也没有根基 在小川出征前的晚上 一份匿名信突然出现在他的门前 上面还写着举贤堂有难 蒙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向秦皇表奏出征的兵员不足 建议将狱中的举贤堂囚犯全部充军 跟随他一起出征匈奴 秦皇听后欣然应语 因为他之前答应过蒙田要重新审理举贤堂一案 但是现在蒙田不在了 如今让举贤堂众人去战场上戴罪立功 也算对得起是去的蒙田了 赵高的手下向他汇报 说秦皇寿宴上的银砖混有两种毒 而这两种特产恰恰来自北方的图安 还说单独吃下其中一种都毫无毒性 但要同时服下必然会立刻昏厥 七天之后蹊跷流血而死 看到这两种毒来自图安 赵高随即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算不是图安人所为 我也可以往丽妃身上泼脏水 扳倒了他 赵高确定好工作思路后 命令蜀官跟踪图安王后 然后故意录个破绽 让金将军抓到 紧接着又安排蜀官说出高建离的事 让王后误以为他们是同道中人 原以为我们是志同道合 可万万没想到 你们和他暴君士一路祸色 高先生没瞎眼 是我们瞎了眼 起初王后对蜀官说的话也表示怀疑 直至他说出了混合下毒的事情 这可把王后吓了一条 要知道这事可是非常隐秘 外人应该不知道才对 现在只怕杀了此人也无济于事 因为此人背后一定还有靠山 就在王后犹豫时 蜀官突然狂笑不止 我是笑三位 只有心 没有胆 如果我要告发你们早就告发了 如果三位真的是有勇有谋 有胆有识的话 我家主人愿意和三位共谋大计 听到蜀官这样说 王后是彻底心动了 因为自从上次下毒失败后 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刺杀秦皇的机会 如果这时有其他人的帮助 相信一定会如虎添翼 可等到王后来到约定的地点后 才发现等待他们的正式秦皇 王后见事情败露 赶紧吩咐金将军撤离回图安报信 赵高建轨迹得逞 赶紧让王后认清事实 就不要再摆什么臭架子 我是一国之母 什么时候轮得上你来说三道四 难道大秦就不懂得尊备礼仪吗 什么了 秦皇制止了赵高的无理行为 毕竟他作为天下公主应该有这点凶环 可是当秦皇把玉树罩上殿后 赵高还想着当着玉树的面羞辱他的母亲 王后听后当然不愿意 既然我已经把事情合盘拖出 并无隐瞒 陛下就应该依照古法 让我有尊严的死去 而不是把我交给赵高 这样的小人 在这之后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赵高想把王后千刀万剐 王后痛骂赵高不是男人 当然秦皇最终还是碎了王后的院 赐他一杯毒酒给他留了个全尸 随后王后凛然喝下毒酒死去 倒在玉树怀中的王后 告诉女儿一定要活下去 这时赵高问起该怎么处置丽妃 秦皇觉得玉树没有参与此事 不然也不会出现在大殿跟他同饮一杯酒 所以决定先把玉树打入冷宫 以后再做打算 此时在前线营帐中 刚从五八同城上找到工作的德香 来到小川身边举起匕首 庞副将以为他要刺杀小川 不料德香却是将匕首高举过头顶 向小川跪下要小川刺他一死 因为这次是秦国跟匈奴的战争 他作为一个匈奴人 是万万不会对同胞出手的 所以他想请小川让他一死了之 小川文言手起刀落 割掉了德香一缕头发代替他的头颅 强调这是命运的安排 他虽然可以还德香个人的自由 却无法阻止这场战争 随后小川把德香跟庞副将拉到一起 让他们二人远走高飞寻找自己的生活 但是德香并没有选择临阵脱头 而是孤身一人离开了秦营 双方开战之后 德香手持匕首与自己族人并肩作战 不过他杀着杀着 竟然遇到了曾给他送礼物的蒙家军士兵 然而最终的结局却只能是看着他死去 就这样连番几场大战下来 大秦跟匈奴双方死伤都比较惨重 小川虽有取胜的把握 却不愿意付出更多的牺牲 那将军的意思是 他们不退 我们退 秦朝版的特洛伊木马你见过没 只需将军队全部后撤武师里 匈奴的士兵们就会把这支巨型牢武 当作战利品搬进城内 而当他们晚上开完派对喝得烂醉的时候 小川的特种部队飞虎队就会从虎头上鱼罐下 然后堂而皇之地斩杀匈奴的士兵 等到田武长找到德香时 烂醉的德香瞬间惊醒 队长 原来无恙吧 田武长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飞虎队是蒙将军调遣 自然是蒙将军派我们来的 飞虎队的弟兄们看到德香这位曾经的队长 都不想伤害他 但是德香却让他们不要手下留情 只因为他们先在各位其主 庞副将进城后拼命地寻找德香的踪迹 只可惜找到他时 德香已经身受重伤就要死悄悄 两人做了最后的告别后德香就上了天堂 至此蒙义用一招特洛伊木马迹 就打败了如日中天的匈奴 在秦皇为他准备的庆功宴上 赵高故意告诉小川玉树被打入冷宫 小川听后一时无法遏制住心中的怒气 差点当着秦皇的面揍赵高一顿 你不要去的太事 蒙大人啊 不要计较我们之间的过去嘛 你 放肆 秦皇看到小川如此聚功自傲 气得他胡子差点立起来 画面转到朝堂之上 赵高借着小川称病不能上朝知己 指责他连上朝都敢怠慢 不料李游却以性命担保小川不会如此 就算与父亲李斯争论也在所不惜 李游 为父身为臣相难道还骗你不成 我与臣相在家中是父子 但来到这大殿之上 我们都是陛下的臣子 秦皇看到李斯父子在朝堂上聚礼力争 夹赞他们是众臣仿效的凯伦 随即秦皇命李游带他去看望一下小川 下朝后李斯大发雷霆 他没想到李游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他 赵高建议慢慢软化李游 等到李游在军中取代小川的那一天 他们二人便可高枕无忧 而李游在去看望小川的路上 却意外撞见了威玉树取药的小岳 李游当即对小岳一见钟情 病重的小川告诉李游 他有心让他接手蒙家军 但李游听后坚决推辞 而李游知道小岳乃是钟车府令的妹妹后 便马不停蹄地来到赵高府上提亲 可当明白李游是来提亲的时候 小岳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愿意 老哥 当初你要小岳嫁给小川 说的是如果和他在一起 就可以飞黄腾达 如今你又让我嫁李游 没想到你说的话竟然都是一样的 跟赵高说完这些后 小岳甩下两个大字就是不嫁 李游见状仍不死心 直到小岳告诉他自己的义中人就是小川 赵高对小岳的行为非常恶火 命远将他关在房内逼他成亲 可是小岳宁死不从 当即选择了玄良自尽 赵高以为小岳上了西田 心痛得不醒 李游大人 小姐 他还有气 他只是昏过去了 那你去找大夫啊 去找大夫 此时在大殿上 秦皇因为皇陵功成延误的事情非常恶火 并一气之下斩了督造官 一旁的赵高灵机一动 向秦皇推荐小川去督造皇陵 蒙田 督造长城 直到 还有迟到 都如实竣工 那想必 蒙义 应该有兄长的风范 派蒙义去督造皇陵 工期和质量 应该都不止问题 看到秦皇有些犹豫 赵高又说起 前不久小川对他不敬事 说此举正好可以乘机削取他的兵权 让蒙田的门生李斯的长子理由接手蒙家举 那两个坑洞就是来埋兵马俑的吧 兵马俑 你不知道兵马俑 大人说 你连兵马俑都不知道 你还做什么效令啊 来自2010年的小川 质疑秦朝的效令不知道兵马俑 当然这也难怪他不知道 毕竟这是现代人的叫法 而即使是小川在2010年见过出土的兵马俑 今天也依旧被这个辉弘壮大的工程所震撼 要知道秦代的百姓不过2000万 每30名当中就有一人在皇陵 而虽然将近70万人在此服摇曳 却依然延误了工期 听完效令的介绍 小川觉得一定是工程管理和规划出了问题 加之督造人员能力有限 不然效率肯定不会这么低 紧接着效令又开始跟小川介绍整体格局 原来皇陵包含地上宫殿神道城墙河流 打开封土后才是地宫 而又因为皇陵的构造是机密中的机密 所以每个效令只有一份分拆的图纸 小川看后不禁感叹防备严密 毕竟在2000多年后的现代 都无人知晓秦始皇陵帝宫中的秘密 随后小川看见两个空洞 便询问效令那里是不是埋兵马俑的 效令告诉小川那是寻常的殉葬坑 不过与平常殉葬不同的是 秦皇会精选数千最精锐的将士 战马和车骑葬入坑中 好在冥界追随皇帝保护皇陵 小川想到会有几千名士兵就此白白丢了性命 当即有些于心不忍 如此正式才能配得上陛下古今第一皇帝的威严 等效令走后小川陷入深思 明明现代出土了好多的兵马俑 但是怎么又改成活人殉葬了呢 难道传世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并不存在 诱惑者兵马俑其实是后世的赝品 当然这些东西在小川脑子里都是一闪而过 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怎么拯救那几千名精锐将士的姓名 拯救包括庞副将田武长在内的蒙家军的将士们 而小川的方法也很简单 既然你秦代现在没有兵马俑 那我给你设计一个不就完了吗 这是什么 陛下 这是兵马俑 赵大人 您果然是见多识广 没错 这就是我要献给陛下的宝物 兵马俑 小川见秦皇看到兵马俑有些犹豫 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将士殉葬的事情 因为以他的角度考虑 如果殉葬的消息传入军中 必定会使军中动荡军心涣散 此外大秦若损失数千名精锐的将士 也必定会动摇大秦的根基 最后如果把血肉之躯埋于地下 尸体戒指会很快腐烂 也就不能千秋万代的守卫皇陵 秦皇听后还是有些犹豫 因为不用将士陪葬 地下皇陵根本守不住 看到秦皇问到了自己的心坛 小川当即把用陶俑替代将士的想法说了出来 毕竟这样既不用将士陪葬而动摇军心损失战斗力 又可以万年不朽地守护皇陵 秦皇听后大喜又升上了萌意 不过这可把一旁的赵高气坏了 这兵马俑的事怎么变成你弄的呢 我还要感谢你呢 干我屁事 不久之后 图安向大秦发起战争 就在秦皇想把小川召回打仗时 李游主动请姻院挥师北上 而李游这么做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知道小川不愿意攻打图安 因为之前的戎敌跟匈奴都是收复失地 跟图安却是侵略别人的国家 这与小川的人生信条是不相符的 而之所以李游对小川这么好 权归功于蒙田生前拜托他照顾小川 所以李游冒着马格果师的风险 替小川扛下了这次责任 秦皇看到李游有如此胆破 当即下令他为扫平图安的大将军 这时赵高提醒秦皇按照组制 应该将图安的王室血脉扣为人质并加以贬低 如今 在冷宫中的丽妃 就是图安的王室 秦皇听后有些为难 毕竟丽妃是他最喜欢的妃子 李斯瞧出秦皇的尴尬 便提议玉树可以跟前手一起做工 这样也不影响大秦的威风 别人以为你是正人君子 我是小人 但是我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我会骗人 但是我不会像你一样欺骗别人的感情 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他的感情 你当我傻瓜呀 面对小川的失口否认 赵高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 因为小川一而再而三的 欺负他跟他在秦朝最亲的妹妹小月 所以他必须用小川最爱的玉树来折磨小川 毕竟这是小川先对他无情的 而这段台词也可以说是全剧中最真实的写照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易小川 是因为他有主角光环 但长大后才发现 其实我们都活成了赵高 赵高为了报复小川 不仅让他丢掉了蒙家军统帅的位置 还让秦皇派他来修建秦始皇陵 并且这还不算完 在大秦跟图安开战之际 他还推波助兰让李游率领蒙家军攻打图安 这次有李游将军带军去征讨图安 带的部队就是你带的蒙家军 不管死了哪一方 我相信你心里都非常伤心 我看到你伤心 我就会好高兴 紧接着赵高又说服秦皇把玉树降为苦力 把玉树带到了小川工作的地方 随后安排两个人日夜盯着玉树 确保别人干活的时候玉树在干活 别人休息的时候玉树也在工作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就是要让小川亲眼看着玉树遭受苦难 看到赵高如此欺人太甚 小川忍不住暴揍了他一顿 可谁知赵高宛如变态一般 竟然疼狂地享受着扑面而来的拳脚 你看看 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要让他做苦力 你又没有人性啊 你跟我说人性 你对小月做的所有的事情是有人性吗 这次赵高终于可以肆意宣泄心中的怒火 说出了在心底积压很久的怨气 而赵高这种以牙还牙的抱负虽然很极端 但是他帮妹妹手撕渣男的行为却让人很感动 因为小月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你不是喜欢玉树想要见玉树吗 现在我天天让你见到他 你应该很感谢我才对 你有没有本事现在再朝我这里打一拳呢 没这个种啊 看到赵高这么嚣张跋扈 小川虽然心痛万分但是无能无力 只能看着心爱的人在自己面前吃苦受罪 可即便如此 玉树还是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 因为在晚上太监睡着的时候 他可以偷偷照着小川的模样捏一个桃源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赵高为了拖延黄陵的攻期 叮嘱手下暗中在井水中投赌 而这也就导致所有喝过井水的人 一夜之间全部变得四肢无力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病倒 小川怀疑其中必有蹊跷 而玉树也在此时病倒 正当小川为玉树的病情干着及时 崔文子却意外的现身了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从天而降啊 我来了 不好吗 不好我就走 别别别 小川当然不会放崔文子离开 毕竟他还指望着这位九仙滇衣 帮玉树乃至所有劳工致病 两位盯梢的太监虽然刚被小川警告 但是他们也不想就此 让崔文子这么轻易救下玉树 可不曾想崔文子略施小技 就用酒迷晕了两位太监 你们就穿点酒量啊 啊忘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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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们已经不是男人了 已经没有那个筋骨囊了 小川让崔文子别再开玩笑 如今救下玉树的性命才是头等大事 崔文子看到玉树现在这个样子 感叹人生一朝富贵如天一夕 却又卑贱如土 随后崔文子通过观察井水得知 这压根不是什么病 而是被人下了毒 一种很小很小的毒 崔文子每次跟小川相遇 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但是每次都是在小川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他第一次出现就救了小川的命 第二次出现又救了玉树的命 如今建造秦始皇陵的工人全部病毒 崔文子再一次如吉时宇般出现 他不仅请客之间就查明了中毒的原因 还把随身携带的解药倒进了水井里 让他们那些中毒的人都喝这口井的水 一天三大碗不出三日 我就让他们好利索 夜晚小川跟崔文子守在井边 果然等来了下毒的小太监 两个太监被崔文子的酒壶砸进水池里 把身上能断的都给砸断了 几天后名夫都恢复了健康 秦始皇陵的工期也按时完成 赵高收到消息后气坏了 蜀官只好说是举贤堂的余念 帮助小川渡过了难关 难道举贤堂是我们的扫把星吗 但是 你看 是扫把星 天上飞下的当然不是扫把星 而是东郡掉落的一颗陨星 秦皇得到天星坠落的消息后 立即命述士对他进行了研究 发现让他正南正北摆放 就可以让四周的东西全部悬浮起来 因此秦皇下令让小川把天星放在皇陵里头 建一座天界星宫 这样就可以让皇陵里的东西 如同天界一般都能够漂浮起来 在地底下建个天宫 陛下的想象力够丰富的 小川虽然很佩服秦皇的异想天开 但是这个工作他真的不知道如何开展 所以他只好询问崔文子对此有什么看法 崔文子当然也没办法 但是他说他朋友北岩山人就住在皇陵附近 于是第二天崔文子就带着小川 来到了北岩山人隐居的处所 不巧的是北岩山人并不在家 意外的是他竟然未卜先知 将设计好的天宫图纸给小川留了下来 除此之外 崔文子还发现了一处刚克的字 别军潜作思过处 可能只有这位别军到了这儿才能怎么透这句话吧 崔文子见小川还有些疑惑 建议他们先去看看天宫的图纸 此乃天宫之构造铜 为防贼盗设有双重之机关 如触动饥荒则攻门闭门 非人立刻开启 如忘取宫中宝物则天宫塌陷 玉石俱焚 看完北岩山人留下的信息 小川对他的身份更好奇了 因为这位室外高人没先说如何修筑宫殿 却先说了防止盗贼的机关 崔文子听后没有多想 因为他觉得既然北岩山人这么说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在解决了小川的燃眉之急之后 崔文子又表露出了要离开的意思 因为作为一个医者 他从来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虽然山川眉景近在眼前 但是对于匆匆的旅者来说 根本没有办法驻足留恋 再说他此次还意外得到了天心的碎末 这离他梦寐以求的灵药又进了一步 临别之际 崔文子把随身的忘忧酒送给了小川 希望他可以帮助小川缓解些许忧愁 岁月崔人老 身无分文好 可怜一公子 浮沉忘不了 崔文子离开之后没多久 小川也完成了兵马俑的制作 不过此时他却又收到一封秦皇的秘证 皇陵一旦修成 朕要将所有的民夫封闭在地宫中 给朕去葬 连为了不让皇陵的秘密传出去 秦皇下令让建筑皇陵的七十万劳工全部训责 并且此事还必须小川亲自来办 小川自然不愿意让这等事情发生 于是他来到北沿山人的住所思考对策 而正当小川一头雾水时 却恰巧看到北沿山人留的那首诗 看到提示处的严实纹理跟皇陵的一样 小川当即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要他设法从皇陵跟石壁之间挖通一条地道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七十万名夫逃出皇陵 画面转到赵高这边 秦皇告诉赵高 他最近觉得身体有些不适 所以颇为怀念故人 而扶苏已经离开咸阳两年 是时候找个机会把扶苏召毁了 另外秦皇还安排赵高 从现在开始小心照顾玉树 等跟图安的战士风生过去 他就会重新照玉树回宫 最后秦皇还吩咐了赵高一件事 那就是让他秘密寻访长生不老药 赵高回家后被这时愁得睡不着觉 万一扶苏跟玉树都回到了咸阳 那他就只有吃不了多着做 就在赵高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时 一把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 原来是图安的金将军来找赵高谈合作 赵高见金将军对玉树有爱慕之心 便提出与他联手加害秦皇 反正秦皇派他找长生药他也找不到 与其到时候被处死 还不如现在跟金将军玩一把大的 金将军见状把毒药交给赵高 这是图安灵兽的爪子 他本身并没有毒 但只要在酒中划过 酒中就会有毒 喝了这种酒的人就会慢慢地中毒死去 而且查不出任何缘由 赵高跟金将军谈妥后 当即就给秦皇端上了毒酒 并且直接喂了他三大碗 秦皇自知身体每况俱下一天不如一天 便催促赵高加紧寻访长生不老药 并下令恢复丽妃的封号把他召回宫中 金将军得知御术即将回宫深感担忧 赵高盘算的可以谎称在东海发现长生药 把秦皇引出咸阳宫之后杀了他 秦皇听闻有长生药的消息后大喜 立刻命小川跟他一块去东海寻找长生药 赵高计算秦皇所中之毒途中便会发作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让金将军带着中医馆的人马尾随 以便随时听从他的调解 在中途歇息时候 秦皇把赵高李斯叫到跟前 把立扶苏为太子的赵书交到他二人手中 让他二人与小川一起共同辅佐 并且要在他死后 把他所有喜爱的东西和嫔妃一起陪葬 尤其是他最宠爱的立妃玉术 而秦皇的这一安排看似明智 实则是托付错了人 赵高第一时间就把赵书的事情通知给了金将军 金将军率领中医馆的人马 很快就在半路上将传令官全部击杀 随后他把李斯叫到帐篷里 煽动李斯跟自己一起修改赵书 起初李斯还有些犹豫 直到赵高胆大妄为将太子赵书复制一句 现在还有谁能说扶苏是太子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胡亥公子扶上帝位之后 我们两个之后才安全 才可以保住丞相明的位置 想把李斯处乱世多年 往往是身不由己 如今事已至此 无法挽回了 这时举贤堂的人过来向小川汇报 说崔文子正在千里之外的南方 因为路途遥远暂时无法过来 大好消息是他已经研制出了长生药 举贤堂的弟兄们争快马加鞭的往这里送 相信三天之内就可以送过来 长生药者 黑风之惊喜 天心之威莫 西式之药物 立何乃成 赠君皆解 不过这个重要情报却被奸细听到 奸细把消息禀报给赵高后 赵高又马不停蹄地将信息传递给金将军 让他半路率领中医馆的人进行拦截 小川收到布老药遭遇袭击的消息后 立即奔袭过去支援 李游将情况禀报给秦皇后 立刻奉秦皇的命令前去接应小川 而此时举贤堂的弟兄 也已经把长生药交到了小川的手中 没想到为了这药 居然死了这么多地区 死 生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兄弟不容使命 这 才是大事 小川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便决定自己留下来断后 让李游突围把长生药送出去 面对敌人的穷追猛打 小川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 金将军此时也在暗处搭起弓箭 双剑齐发正中了小川的胸膛 画面转到银杖中 秦皇跟玉树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秦皇是在等长生药 玉树则希望小川能够平安归来 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 蒙将军回来 丽妃 你得真 真是忠心耿耿啊 秦皇被丽妃的忠心感动坏了 决定等自己病好之后好好宠幸他一份 到时再生一百个猴子来见证他们的爱情 可等到李游浑身是血杀出重围 把长生药送到秦皇跟前的同事 也送来了小川跟全体将士阵亡的消息 说完这些后 李游就历劫昏倒在地 赵高命远将李游抬出去后 告诉秦皇药盒中有三个长生药 可秦皇都把手伸到药盒边上 却又把手收了回去 因为生性多疑的他 觉得这可能是逆贼为了毒死他设的奸进 所以他就想让赵高给他试药 赵高听后当然不肯 万一这药丸中真的有毒 他也得死悄悄 玉树听到小川战死的消息后万念俱灰 说自己愿意以身试药 如果这药是真的 你吃了之后就可以长生不老 我们可以在人间长生相伴 如果这药是有毒的话 我们可以双双葬入天宫 秦皇的话语并没有让玉树心中激起一丝波澜 因为小川死了他也绝不苟活于世 而等到玉树吞下长生药 神奇的一幕却发生了 只见他浑身散发出七彩的光芒 身体也随着光芒的发出而不断抖动 最后竟让他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秦皇见大药已成 赶紧让赵高把药拿过去 可就在赵高把药递到秦皇嘴边的瞬间 他又把药吞进了自己的嘴里 而很快赵高也起了反应 在浑身上下抽搐了几次后 赵高也变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甚至能直接表演个原地托马斯加三千六百度回旋 秦皇看到赵高忤逆了自己也没有生气 反而亲切地换作赵高为赵大人 最后甚至愿意送出自己的江山社稷 言外之意就是想吃最后一颗长生药 我告诉你 随后赵高将药盒放在火炉之上 表示秦皇能拿得到的话 他就可以吃到 秦皇让玉树帮他拿 但那又怎么可能呢 玉树想到死去的小川父母和图安的百姓 也不愿将要递给秦皇 秦皇虽然明白自己被小川绿了 但他此事顾不了那么多 只好亲自滚下床爬到火炉旁边 可等到他打开药盒意外却再次发生 因为长生药早已被赵高收入囊中 我叫赵高啊 我就是要一步 一步 一步爬到最高 秦皇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刺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生药死去 公元前210年赵高篡改一诏 在扶持胡亥上位后 又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扶苏自杀与上郡军中 而赵高也就此开启了他全清朝野的时刻 赵高跟李斯篡改秦皇一诏赐死扶苏 让胡亥成为了秦朝的二世皇帝 而胡亥登基后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任命赵高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 帮助他掌管朝廷之上的奏势兵士和宫廷素伪 当然这其实也是在赵高的授意之下 为的就是让他脱离宦官身份位列朝班一试 而为了见证这一光荣的时刻 赵高特意往自己嘴角边画了两撇胡子 已显得自己威严庄重一些 但是众臣却抵制他身为一个太监 对朝政和陛下指手画脚 并对他的胡子发出了嘲笑 别以为画了两撇胡子就能够改变你宦官的身份 大臣们听后哄堂大笑 让赵高着实有些尴尬 不过他早已不是那个人人嘲弄的高耀 当他看到胡亥手中的梅花鹿玩具时 他心中就有了反击之法 因为小川之前跟他讲过 正是赵高创造了指路为马这个程度 而今天正是他梦想照尽现实的时刻 只见赵高先让手下抬上来一头路 又在众怒魁魁下说这是一匹爵士好马 为了辨别真假彰显公平 赵高给了大臣们更多的选择性 认为此物是马的 请在这我赵高这边 认为此物是鹿的 站在文大人这一边 最后众臣们因为惧怕赵高的权势 大多数的站在了他的那边 文大人 公道自在人心 不是谁赏门大就是对的 看到大臣们都认为眼前的鹿是马 胡亥也不再打算计较 因为他是鹿还是马跟他没啥关系 只要不耽误他继续玩耍就行了 紧接着胡亥当着众人的面 下达了他作为二世皇帝的第二道命名 从今以后就由师父带朕查阅奏章 臣同送陛下 下朝之后 金将军过来让赵高释放御术 因为按照之前的约定 秦皇死了之后 他们的合作关系就结束了 但是赵高却故意说朝堂上有人跟他作罪 他根本修改不了秦皇让御术殉葬的遗证 金将军的这些话简直说到了赵高的心坛里 随后他就把回答是鹿的官员名单交给了金将军 让金将军尽快除去这些威胁 否则御术就要为秦皇殉葬 金将军按照名单一杀死了那些大臣 可谁知名单的最后一位竟然是丞相李斯 等到他夜闯李斯书房 却发现这个人竟是李游假扮的 李游凭借矫剑的伸手躲过了金将军的攻击 随后利用设置好的大王和士兵活捉了他 直到此刻金将军才知道自己被赵高卖了 刑讯是李游对金将军严刑拷打 询问他刺杀大秦重臣是不是图安派遣 尽管金将军说此事与图安无关 是赵高让他这么做的 但是李游听后根本不信 反而告诉了金将军已经覆灭的消息 金将军听后悲痛不已 他竟然为了玉树的一己之威 忘记了自己守护图安的责任 在懊悔与不甘之中 金将军阵断了自己全身的经脉 不过在临死之前 他悄悄地告诉了李游一个秘密 而李游听到后更是大吃一惊 蒙逸竟然还活着 原来当初蒙逸虽然身中数剑 可能是有虎形欲坠的加持 并没有当下身死 金将军敬佩蒙逸式的英雄 加上之前两人在图安市关系莫逆 这才把蒙逸送来医治 然而如今蒙逸也只是靠泡着药水 勉强维持一口气吧 实则与活死人无异 要想让蒙逸醒来 除了靠特殊之物的刺激再别无他法 而这件东西具体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小太监劝赵高莫要生气 今天这个日子需要说极力话 不适合骂人 能让如今的赵高态度 发生这样改变的 只有自己最在乎的妹妹小月了 今天是小月的大喜之日 原来李四之子李游 自打第一眼看到小月 就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得知此女正是赵高的妹妹后 李游亲自上门提亲 赵高深知小月一心爱着蒙逸 然而蒙逸却一次次辜负小月 何况自己和蒙逸早已视同水火 如果小月能嫁给丞相之子 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 然而小月却明确告知李游 自己喜欢的人是蒙逸 不管你愿不愿意 这个婚你是必须结的 面对赵高的逼迫 小月直接选择了自杀 这下的赵高再也不敢提及婚事 而如今蒙逸已死 李游便又拿着一块价值连城的美意 再次来为自己儿子提亲 当赵高忐忑地把此事告诉小月后 没想到小月一反常态 竟然答应了嫁给李游 但我有个要求 你说你说 我要我的婚礼 轰轰烈烈 大大方方的 一听小月就这么点要求 对宠媚狂魔赵高来说 根本就不是个事 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 也会想办法给小月弄下来 看着身穿侠配的小月就要出嫁 身为哥哥的赵高是既开心又难过 更是不禁有些后悔 这以后偌大的府宅就又剩下自己了 你要相信老哥 不管老哥对别人做了什么 但是对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 赵高一直以来都是把小月当亲妹妹看待 无论对别人有多狠 唯独对这个妹妹 赵高是极尽温柔 这一刻赵高真情流露 哪里还是别人眼里 那个权倾朝野的阴险之徒 他拿出世上仅存的最后一颗长生药 作为嫁妆送给了小月 到了晚上洞房花竹夜 李游却发现新娘子压根不是小月 而是变成了小月的丫鬟 李游稍加思索 便想到了小月可能的去处 而此时的小月 独身来到了蒙翼住的地方 她拿出蒙翼的牌位 拜告蒙家列祖列宗 蒙翼活着时不愿娶她 小月便打算到地下和她结为夫妇 生不能同眠只愿死后能同学 眼看小月就要香消玉玉之际 一只手紧紧握住了刀刃 正是李游及时出现 看着身穿红衣本该成为自己妻子的小月 宁愿殉情也不愿和自己在一起 李游感到一阵无力 但她不甘心还想再争取一下 我等你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不 我求求你忘了我吧 有些事情是无法代替的 看小月说得这么坚决 李游直接把小月带到了蒙翼藏身的药铺 看到蒙翼竟然没死 小月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李游的本意是想让小月看到如今的蒙翼后 能死心塌地和自己在一起 没想到就算蒙翼如今是个活死人 小月也要留下来照顾她 见此理由只能无奈离开 要不掌柜告诉小月 蒙翼如今的身体状况除非这世上有灵药 否则恢复意识的希望接近于灵 小月顿时想起白天的时候 自己老哥正好送了一颗长生药 看来一切都是天意 于是小月没有丝毫犹豫的 把这个秦始皇寻找了一辈子的灵药 喂给蒙翼 就在小月焦急的等待中 本是活死人的蒙翼 突然散发出一阵金光 自打小月把长生药喂给蒙翼吼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 但由于蒙翼伤势比较重 到现在还没有醒来 小月始终陪在蒙翼身边细心照顾她 看着蒙翼的脸庞 小月甚至暗自窃想 只要能一直让她陪在蒙翼身边 就算蒙翼不会醒来 小月都心甘情愿 情到深处自然浓 看着蒙翼英俊的脸庞 小月情不自禁地偷偷吻了上去 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蒙翼竟然在此刻突然醒来 小月虽然害羞 但更多的是激动 可蒙翼醒来后 第一时间关心的却是玉树 甚至不顾自己还没恢复的身体 就要出去救她 哪知现在的她连走一步路都困难 只好求小月帮她去找玉树 看着自己深爱的男人此刻 却关心着另一个女 尽管小月现在心如刀割 还是点头答应了蒙翼 很快到了殉葬这天 小月赶来告诉玉树 正是由于吃了自己给的长生药 如今蒙翼还活着 没想到玉树却告诉小月 自己也服下了一颗灵药 于是一道难题摆在观众面前 求此刻小月的心理阴影面积 现在玉树自然不会再一心求死了 然而想走已经来不及 再如目前玉树最后 让小月给蒙翼传话 无论多久 她也会对蒙翼一直等下去 得知玉树已经殉葬后 蒙翼不吃不喝哭作了七天 没有了丝毫的求生欲 虽然由于服用了长生药而不死 但已经与行尸走若无异 小月看着蒙翼这个样子心痛难忍 便告诉她玉树同样也吃了长生药 就算在皇陵中 无论多久都会一直等下去 玉树在等我 蒙翼埋怨小月 怎么直到现在才告诉自己此事 你这么做 真是太自私了 早哭成泪人的小月 听到这话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你不觉得自私的那个人是你吗 在小月看来 如今玉树和蒙翼都可以长生不老 他们可以用千年万年来相爱 而自己只不过是希望 能短暂的拥有蒙翼就心满意足了 等我死了以后 你有所有的时间去救她 你可以无袖无止地爱她 可爱情从来都没道理可言 你不曾放在眼里的 却是别人心心念念得不到的人 这次小月是真的伤透了心 也但总算是清醒过来 既然这个男人是自己终究得不到的人 索性放过对方也算是放过自己 小月便打算和蒙翼一起 去自己故乡会计一趟 如今秦国治理物到各地接连起义 项羽疏职也在会计接干而起 不料走出城门没多久 就被理由给拦住 理由并没有为难二人 只是让小月陪自己喝了一碗的酒 然而酒喝不尽 磕落不完 可人终究还是要走了 一如此刻理由的心情 既然得不到那就放她离去吧 二人来到会计 才一进城就看到项羽 骑着匹黑马从眼前走过 而且丝毫没有注意到蒙翼他们 可是就在蒙翼吹了声口哨火 这匹黑马竟然直接停下 接着不顾项羽的命令 扭身朝蒙翼走来 回来 看到自己已经死去的兄弟 如今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项羽明白这一定是在做梦 当他扭头看到心心念念的小月 竟然也来了 便更加坚定了一定是在梦里 既然是在梦里 那做点什么应该不过分吧 于是拿起小月的手 然而挨了一巴掌后 他依然以为自己还在梦中 毕竟姑娘的一巴掌 对他来说太轻飘飘 于是项羽又使劲咬了自己一口 终于发现这不是在做梦 我没有在做梦 你当然没有在做梦了 项羽自打第一次见到小月 就对小月一见钟情看得眼睛都直了 得知小月也是来自楚国贵族之后 无形中又拉近了不少距离 而他项羽撩妹密集第一步就是该称呼 以后你就叫我项大哥 我叫你小月妹妹如何 小川自然看得出项羽对小月有意思 然而当时的小月是宫里一个宫女 段无和项羽在一起的可能 这又何难 只要我喜欢的女人 我就进皇宫把她抢出来 住口 天下成大事者 岂能受亏于儿女情长 幸亏有叔父项羽给拉着 不然项羽就是匹托江的野马 自打知道小月来自楚国后 项羽就动用了所有的关系 帮小月打听到了她的身世 那天是小月的生辰 项羽把小月母亲的遗物 作为生辰礼物交给了小月 那一个小月对项羽感激涕零 第一次对项羽改了称呼 项大哥 小月从小进宫为奴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生辰是几世 小月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大哥 晚上小川和自己老哥给她过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拿着一个从未见过的糕点给她庆祝 还唱了一首从未听过的歌 你生日快乐 虽然小月并不懂二人这尴尬的表演 但是那一天小月心里是温馨又感动的 从小为奴的她 还是第一次有人为她庆祝生辰 后来她才知道 那原来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那个时候赵高和小川还没有决练 后来小川和赵高是同水火 自己最心爱之人被自己老哥抓进了监狱 那一刻小月不知所措 在她焦急地等待小川回来时 被一个黑衣人从背后捂住了嘴 情急之下小月用簪子刺伤了她 没想到来人正是项羽 项羽疏直正被全程通缉 而项羽不顾危险冒死前来 就是为了再看一眼小月 可惜此时的小月心里挂念的只有小川 临别之际 项羽把还插在身上的半截发簪 暗尽了身体 这是你给我的礼 每次疼痛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你 时隔多年后 二人终于又相见 项羽把一个盒子交给小月 里面放满了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的思念 小月告诉项羽自己心里 一直喜欢着小川 然而项羽压根不在乎 我不会生他的气 再说 我身上还有一样 他没有的东西 项羽身上还留着 当初小月刺入的发簪 这个他项羽独有的 他时时刻刻提醒我 你是我的女人 不愧是霸王 连说出的话都是这么霸气 回到屋后 小月翻开了这份 粗犯男人的细腻告白 回想到曾经的一文诺 这个男人似乎从来不善言谈 但他却用实际行动 表达了对小月的爱 这一刻小月的心弦 终于被这个霸气的男人所波动 如今各地都在起义反情 然而想要攻打咸羊 靠楚地 如今的力量显然不够 小川打算自己前往沛县 去召集人马 项羽一听就知道 小川这是要去找自己的结拜大哥刘邦 然而刘邦此人向来都没被项羊 舒直看在眼里 那个刘邦 除了脸皮后 一无是处 刘邦是个什么人 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小川 又何尝不知 正因如此 所以他才认为此次起事 离开刘邦万万不能 看小川去意已绝 项羊不好再多说什么 来到沛县后 小川再次见到了吕智 只是不曾想到多年未见 当初那个羽翼惊鸿的女子 如今的娃都会打酱油了 自打项羽 刘邦和易小川三人达成同盟后 三方便决定一起发兵讨情 而且约定好谁第一个拿下咸阳 谁便是关中王 然而刘邦却留了一个心眼 他自知论打仗 根本比不过项羽小川二人 于是在小川和项羽 跟秦军主力对抗时 刘邦自己则偷偷绕路直奔咸阳 在巨鹿之战中张寒虽然大败 但项羊却不幸战亡 小川同样战胜了理由 但不愿苟活的理由 为了忠于大秦 最终落得的自杀身亡 尽管刘邦最先来到咸阳城外 但是却遭到赵高的顽强抵抗 刘邦打了数日 还是久攻不下 一想到秦王宫里 那数不尽的财宝就在眼前 吕智就心仰难耐 困不得刘邦这边立马攻克咸阳 刘邦又何尝不及呢 得知咸阳正被攻打的消息后 小月赶紧来找小川 希望能把赵高给救出来 我老过这些年做了很多坏事 得罪了不少人 刘邦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别说小川大心眼里不想救 就算是想救现在也没有办法 因为通往咸阳的寒谷关 此刻已被刘邦重兵把守着 作为天险一守难攻 小川的兵马一时半会 根本过不去 正发愁呢 曾经的蒙家军就不寻小川来 原来赵高由于担心 蒙家军对自己不利 小川离开没多久后 就把蒙家军解散了 得知小川现在也要攻打咸阳 早恨得赵高牙痒痒的 蒙家军将士 第一时间前来投诚 而且还带来了之前的特种兵 废虎队也来了 这可真是打瞌睡来了的枕头 没用一天 寒谷关便被小川给打下 得知消息的吕志垂胸顿足 又是空梦一场 空梦一场 然而原本沮丧要离去的吕志 却被刘邦叫住 咸阳城之所以被赵高死守 就是因为赵高知道 作为死对头的刘邦一旦破城 那赵高必然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如今刘邦改主意了 只要赵高能打开城门主动投降 而且任刘邦为主 那曾经的一切恩怨刘邦都可以过往不救 尽管曾经赵高把刘邦视为最大的仇人 就因为刘邦 才间接导致赵高成为太监 然而今夕不同往日 这一小川 像雨 他们和赵大人之间的恩怨 那可是远远超过了和佩公之间的 只有让刘邦坐上关中王的位置 才能保住赵高一条性命 当然 还有荣华富贵 打了几天徒劳无功的刘邦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无非吹灰之力地拿下了咸阳 刘邦进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赵高的名字赶回了高耀 这样呢 权当那个赵高已经死了 怎么样 谢主公 接下来 当然是先去皇帝上朝的地方看看了 于是赵高化身为向导 立马领着刘邦夫妇逛起了宫殿 还给他们准备了几箱金银珠宝 看着吕之那副见钱眼开的样 赵高心里不知鄙视了多少次 哎 高耀 哪里是秦皇的宝座啊 坐在王座上的刘邦立马想过一下皇帝的影 于是便让赵高来示范一下 亲 贵 三姑 关中王 千岁千岁 千千岁 就在二人沉浸在这天子之威的快感中时 直慢了一步的小川几人 此刻也来到了咸阳城下 自打兵不屑任地拿下咸阳城后 刘邦显然认为自己已经是关中王了 特别是吕之俨然一副爆发户的座牌 看到小川前来 赶紧第一时间显摆 你应该称我 关中王妃 看到刘邦已经称王 小川顿时火冒三丈 自己和项羽跟秦兵主力死磕 结果被刘邦给偷了家 大破三十万秦军的是项羽 攻城拔债的也是项羽 你刘邦又凭什么坐享其成 简直就是圣之步 然而刘邦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能兵不屑任地拿下城池 这才是本事 不债去人之兵方位上策 自己能这么快到达咸阳 靠的就是自己的人意之道 所以 愿意投降的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不叫圣之步 我是圣之而不用武力 看刘邦这么喜欢抬杠讲道理 小川知道多说无意便准备离开 不要吕志 却把小川拦下了 就差了一天时间 小川就失去了这座咸阳城 在吕志看来着实有些可惜 便想用胜利者的姿态 采访一下小川此时此刻的感受 然而没想到小川压根 就不在乎这咸阳城 就算是全天下 我也不在乎 那是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你说什么 吕志实在不明白也不理解 这世上怎么会有人 真的不爱江山爱美人 想当初吕志之所以答应 嫁给刘邦 就是因为跟小川志气 现在到好 好不容易打下了这半壁江山 结果一小川告诉吕志 他根本不在乎 他只在乎另一个女人 这让吕志感到 从未有过的挫败胆 他不明白自己 到底哪一点不如玉树 玉树他可以为了 自己心爱的人 放弃整座宫殿 放弃这皇妃的地位 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利 你能像他没有 吕志看着这气势恢弘的大殿 他也在问自己 能放弃这一切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做不到 我不放弃 在小川看来 只有他和玉树的爱是永恒的 刘邦也好吕志也罢 什么权势地位 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你胡说 谁都不可能夺走这一切的 谁也不可能 可惜打脸来得太快 吕志话音才落 就由属下来报 项羽带着四十万大军 气势汹汹的赶过来了 让刘邦去参加鸿门宴 宴席上刘邦 把寒谷关仪式 推在了手下身上 自己摘得个干干净净 对待刘邦的后脸皮 项羽实在是甘半下风 但也更坚定了 要把刘邦除掉的想法 于是便让相装武剑 给大家注注性 然而这看似是武剑 但剑势却招招往刘邦身上招呼 好个相装武剑 意在配功 看来传说中的鸿门宴 一点都不假 我再不出手 吕志和刘邦 就真要变成孤儿狂母 想到这小川抓起桌上的剑鞘 拔身而起 原来在这次赴宴前 吕志曾带着儿子刘邦 来找过小川 吕志明白这次鸿门宴 刘邦过去了 一定是凶多吉少 但是又不能不去 所以就求小川看着刘邦 是他结败大哥的份上 想办法帮帮刘邦 清楚历史走向的小川知道 这鸿门宴根本就躲不过去 见小之以理不行 吕志便开始动之以情 难道你忍心 看着我和刘邦变成孤儿寡母吗 一旁的刘邦也开始打起了助攻 看到小川已经动容 吕志直接放出了大招 也恳心你看在素素的份上 帮帮我了不死 素素一直以来 都是小川心里的一道伤 小川曾经答应过素素会好生照顾吕家 于是小川只好同意 和刘邦一起去赴鸿门宴 看到向庄 这是想要了刘邦的性命 小川终于坐不住了 大哥 一个人舞剑太过乏味 不如和向兄一起队伍吧 然而向庄的剑术 终究还是差了小川一筹 不过没关系 只要项羽想出手 小川照样拦不住他 然而项羽再收了一份信后 直接匆匆离去了 能让项羽丢下刘邦的 只有长久未见的小月了 而小月前来的主要目的 竟然是为刘邦求情 如今这天下想除掉赵高的人太多了 只有刘邦如今愿意收留他 若是刘邦不在了 那这天下便没有赵高的容身之地了 可殊不知 无论是刘邦还是赵高 项羽其实都想把他们除掉 见项羽不愿答应 小月直接给项羽跪下 他毕竟是我的老哥呀 他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如果没有他如父般的照顾 小月也没有今天 看着心爱之人第一次这么求自己 铁汉柔情的项羽终究是心软了 答应小月暂时放过刘邦 但是 他必须离开关中 到偏僻的汉中去 项羽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次心软 最终为他带来了什么 而这个才做了一天的关中王刘邦 如今也只能丢下那些金银珠宝 不甘心的前往汉中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只要我刘邦还活着 将来这一切 我一定会夺回来的 红闷宴之后 刘邦被赶出了咸阳 各路诸侯都被封王 唯独小川不仅拒绝了 还把旗下的将士都解散了 小月终于嫁给了项羽 成为霸王王妃 还找回了自己的原名 小川这才知道 原来小月就是后世霸王别姬的鱼姬 辞别鱼姬后 小川来到北岩山人所住的山洞 当初因为银正东巡 小川没有来得及打通黄陵密道 如今三年已过 也该到了和玉树相聚的时候了 在小川把石壁凿了1.25米之后 这条黄陵密道终于被他凿通了 小川终于见到了这个 他一直思念的人 小川 是你 是我 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识别三年 这一天玉树终于又重见天日了 然而就在两人为久别重逢 而雀跃不已时 却不知躲在暗处的吕智在黯然神伤 为什么我失去了一切 他却得到了小川 暂且不论吕智到底有多痛苦 但今天一定是小川和玉树最快乐的一天 二人都有着长生不老 憧憬着未来几千年几万年的人生 还约好了等到了21世纪 一起去看电影《泰坦尼克号》 这逍遥快乐的生活让吕智好生羡慕 明天就要和刘邦去汉中了 今日吕智特意来和小川告别 然而小川此时的心情只在玉树身上 对吕智的态度自然既冷漠又敷衍 这让吕智感到又难过又生气 可惜别说是一小话 就是一秒钟小川都不愿意 看着这个绝情离去的男人 吕智很快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后悔 于是就在小川喝了一杯茶之后 直接倒在了地上 抓住二人的自然就是吕智 看着别的女人被小川动手动脚 玉树出言制止 赵高一听立马站了出来 为什么不要碰他呢 意思是不是可以碰你 是不是这样一小川 这一幕把小川看得目自欲裂 恨不得立马把赵高给吃了 可惜如今深重名要的他连话都说不出来 眼看赵高还想再继续侮辱这个前皇帝的妃子 吕智还是制止了他 因为他始终还是不想让小川太难过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真的非常讨厌你 我要你付出代价 然而现在的小川除了干瞪眼 再做不出其他 原以为吕智只是想折磨一下小川 可没想到他更想做的事 让这个男人彻底绝望 在吕智的逼迫下 赵高把玉树赶进了山洞里 还在洞口点燃了柴火 看着刚刚团聚便又要离去的玉树 小川这一刻只感到心若死灰 玉树最后临别的回眸 只留下深深的布水 这一刻一眼万年 赶进山洞的玉树 只能不停往深处跑去 一直来到了天宫 在他不小心踩下了机关后 天宫的大门紧紧的闭上了 看着晕死过去的小川 吕智认为这一切都是小川自找的 我去向你告别的时候 你稍稍对我温柔一点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能让时光倒流 小川一定不会再像当初 那么敷衍吕智了吧 可惜如今一切都晚了 小川醒来后发疯般去寻找玉树 看到掉在地上的衣衫 小川知道玉树一定是关键的天宫 于是这一凿就是三年 三年离小川一刻不停的凿门 然而徒劳无功 小川这才明白当初北岩山人留下的话 一旦天宫大门关闭 人力无法开启 绝望下的小川此时只剩下一个念头 他要报仇 他要杀掉那个让他和心爱之人分开的始作俑者 而此时的吕智正被项羽软禁于彭城 就在吕智帮刘盈准备逃出监禁时 小川出现了 看着眼前这个大胡子男人 实在是无法和曾经那个风度 偏偏的将军联系在一起 而这一切都是拜吕智所赐 得知今天南逃一死后 吕智向小川提出一个交易 只要小川帮他把儿子送到刘邦那 他会立刻在小川面前自不了断 于是吕智穿着当初那件金丝雨衣 在小川面前选择了自尽 就在小川内心挣扎天人交战的时候 一对侍卫冲进来救下了吕智 而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在蒙家军的特种兵田武长 将军 此次我是奉向王之命 来提取刘邦的家眷 末将有军令在身 望将军成全 既然有军令在身 看在项羽的份上 再加上小川此刻本就杀意消退 于是便饶过了吕智 随田武长一起前往来见项羽 看着几年未见的兄弟 项羽开心不已 放下军务和小川痛以美酒 小月也为二人武剑助兴 九过三巡看着武剑的鱼姬 想到如今储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 项羽只感到胸中快累不吐不快 离拔山兮 气在世 时不利兮 追不适 追不适兮 奈何 于兮 于兮 奈何 如今最让霸王放心不下的 就只有鱼姬了 一个是自己大哥 一个是曾经爱自己入骨的女人 明白历史走向的小川赶忙向项羽提醒 天下会被刘邦所得 你要早做打算 不然你跟小月都会遭到不测 然而项羽乃何等人也 在他心里刘邦不过是个厚颜无耻的小人罢了 哪有什么资格和他霸王争夺天下 自己更怎么可能会死于刘邦之手 见此小川只好不再说什么 而此时的刘邦正在为家眷还被项羽控制而投大 投降项羽巴不甘心 可若不管吕志母子吧又担心悲伤不仁不义罪名 正在犯愁呢 小川带着刘邦来了 这回刘邦是真的感动 这个老弟太实在了 自己坑了他那么多次 到头来还对自己这么好 便答应小川只要小川张口 无论什么东西刘邦都愿意给 看到小川定定地看着赵高 刘邦瞬间明白了 不过这可把赵高看得心惊胆战的 大兄弟你这几个意思啊 只要你开口 要什么都行 看到刘邦已经做好了牺牲他赵高的准备 吓得赵高赶紧给刘邦承酒 然而二人都多想了 我想让大哥立刘邦为太子 原来在送刘邦回来的这几天 小川发现这孩子心地纯良 以后要是做了皇帝 一定也会是个明军 看到不是要杀自己 赵高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公元前203年 项羽和刘邦立下明约 楚汉二分天下 小川离别之际再次劝起项目 我希望你们小月 能够找个僻静的地方 才安静静的 快快乐乐的 不过两个人的生活 然而项羽是谁 那可是弃吞山河的霸王 在他的人生字体中 只有轰轰烈烈这几个字 小川提醒他有一天 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 然而项羽压根就不怕 如果未生俱死 小父己安 我们何必举零反省 这一刻项羽霸气外露 试问普天之下 有谁敢在项羽面前 妄自伤罪 也许这也就注定了项羽的结局吧 小川终于明白 有些事是他不能左右的 愿不愿意接受 这一切都正在我身边发生 在小川看来 不管主动还是被动 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既然不能改变历史 又何必去阻止历史的发生 生也好 死也好 人生匆匆不过百亿 成也好 败也好 转头一切 又成功了 楚汉立下同盟后 虽然表面上停战了 然而刘邦一直都在立兵默马 在刘邦看来 一分为二的天下 只会让双方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最终年年增兵 穷兵独武 到头来苦的还是老百姓 依我的着见 我只有一鼓作气 一统天下 那个时候 才能真正做到天下西兵 百姓得以安宁 所以这场仗是无法避免的 不过项羽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在于 如果项羽被刘邦所抓 那项羽一定不会拱活 但倘若刘邦被项羽抓住了 那刘邦一定会让小川给求情 想方设法地活下来 或许这也就注定了二人的结局吧 小川终于明白 他一直以来想改变的最终都没有改变 不管愿不愿意发生的最后还是会发生 小川来到北岩山人修行的山洞 向玉树做了告别 既然天宫的大门人力无法打开 再苦苦守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 他打算出去做点更有意义的是 临行前在北岩山人山壁的客自处 把自己如今所悟的另外两句给补了上去 从山洞出来后 想着如今的楚汉之争 于是以石为盘 用木刻棋做了一副象棋 这却引起了一位路过老者的注意 经过小川的解释 老者这才明白 原来这黑红棋子代表的正是 如今天下之争的储君汉君 在这小小的方寸之间 原来竟也有千军万马之势 看得老者连连撑齐 于是便和小川学起象棋来 而就在两人棋盘上杀的难解难分时 项羽和刘邦此时也正打了昏天暗地 这天四面楚歌后杀出重围的项羽 带着仅剩的二十八骑兵以及鱼姬 一路赶到了乌江边上 看到远处江上有船 便赶紧喊船家过来 而此时在船上的正是小川 听到来人是项羽后 想到历史上霸王的乌江自吻 小川赶紧加大马力朝项羽这边划来 然而没有给小川那么多时间 此刻刘邦的兵马已经追上来了 项羽和重将士直接下马迎战 赵高看到鱼姬后 急切地想让鱼姬离开项羽 因为他知道历史上的项羽 今天必死无疑 然而鱼姬已非当初的那个小月了 无论生死 小月将永远陪伴在霸王身边 看着鱼姬这么固执 赵高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 在汉军将领的一声令下 几千汉军朝着项羽几人冲杀而去 谁拿下项羽的项上人头 就能当上万户侯 这些汉兵一个个都杀红了眼 只有赵高想拼命的阻乱 因为那里有他最挂念的妹妹 然而并没有给赵高这个机会 汉军将军瞅准时机后 直接一箭射中了鱼姬 这让赵高瞬间陷入了癫狂 看着鱼姬再次被几箭射中 绝望的赵高直接晕了过去 抱着奄奄一息的鱼姬 从不流泪的霸王此刻心如刀割万念俱灰 那个为他武剑的鱼姬以后 再也不能陪着自己了 大王意气静 剑切何聊生 鱼姬就这么永远地离开霸王了 霸王别姬从此成为千古局长 船上的小川终于在此刻赶了过来 然而终究是迟了一步没有救下鱼姬 小川劝向雨先回江东 以后还可以东山再起 然而项羽又怎会轻易逃走 如今他最想去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随鱼姬而去 小川知道这一切他终究还是无法改变 在项羽勇猛无双的剑下 那些汉军士兵没有一个能过得了他一招 很快这些士兵就被项羽砍瓜切菜般 堆成了一座小山 这一声露恒 只让天地变色鬼神皆惊 今日 我虽死 却还是 西楚霸王 霸王的气概果然天下无双 谁都杀不了西楚霸王 除了他自己 看着小岳的方向项羽选择了自吻 一代霸王就这么混沌乌江 终究还是被刘邦得了天下 大风起兮 云飞扬 回家海内兮 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 在史官编写史书时 刘邦要求他们把蒙义写成文官 至于义小川此人 刘邦欲言又止 然而那些史官却明白了皇帝的想法 从此以后的史书中 便再没有了义小川这个人物 很快四十六年已过 终于到了赴甲子之约的时候了 迎面来的老者 正是六十年前寻找宝和时 接待过他们的北岩山人的徒弟 只不过那个时候老者还是个书童 小川和赵高也没有决裂 书童让他们一个甲子后再来 而如今六十年已过已是务实人非 当初的少年垂垂老矣 而小川和赵高关系更是不复当年 他们要找的北岩山人已经嫁和西去 不过留下了他们想要的宝盒 还是当初的老规矩 先把茶喝完再说 虽然内心急切 但也不差这一杯茶的时间 只是没想到杯中仿佛另有乾坤一般 茶缸喝完就自己又满了 老家伙 少跟我变魔术 我告诉你 今天要是不把宝盒交出来的话 我就跟你没完 见赵高这么心急 老者便让徒弟把宝盒拿了出来 时隔六十年 终于又见到这个当初让二人穿越过来的宝盒了 而打开盒子的钥匙便是小川戴着的虎形玉佩 赵高迫不及待的把玉佩放了上去 金光一闪下一秒盒子果然打开了 只是出乎二人意料的是 小川和赵高并没有再次穿越 而是继续待在原地 我为什么还在这里 为什么 我要回去 我要把最好的科技带过来 我看谁还敢反对我 老者告诉他们这就是个普通盒子 压根就没有什么时光穿梭的功能 你放屁老家伙 我当初就是用这个宝盒来到这里 我现在还要用这个宝盒回去 我就是要来来去去 你赶紧把宝盒给我 老者告诉他们想回去的办法倒是有 就像喝茶一样 一杯接着一杯 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 两千年之后自然就回到了现代 听到这话 赵高只感到无尽的痛苦 自打小月离开后 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 让赵高值得留恋的地方 这几十年已经让赵高受尽了折磨 我已经在痛苦中熬了四十六年 我还得再等两千年 老者让二人可以在盒子里放点东西进去 好在千年后打开 于是小川把一封信和一张地图放了进去 当问到赵高想放什么时 没有 放屁 赵高现在除了无尽的费力 别的什么都没有 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你给我带来的就只有痛苦 你给我记住 我会慢慢地跟你算这笔账 老者把盒子交给小川 让他送到该去的地方 等小川离开后 又把五枚戒指交给了五个徒弟 让他们分别前往五个地方 世世代代隐匿身份守护戒指 直到时机成熟使命结束的一天 小川把蒙田的盔甲和宝盒放在了一起 等待两千年后 一大川的挖掘 经历了许多困难后 而此时在现代的五行者后人们 终于把五枚戒指集齐 分别放入宝盒的凹槽后 盒子在众人的期待中缓缓打开 看到小川写给他们的信 起初还以为是小川的恶作剧 然而无论字迹 还是纸张都已经很久远了 杞人这才相信 小川确实是回到了过去 另一张自然就是小川留下的秦皇陵地图 在五行者的祖训里 需要用他们的鲜血 才能找到通往天宫的路 然而在五行者后人 分别滴入鲜血后 宝盒却直接爆炸了 盒在一阵火光中发生了爆炸 隐藏在五行后人中的罗拉 这才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原来他一直都是黑衣人的手下 而黑衣人赶来后 给众人手臂上 都戴上了一个装有致命毒素的腕表 手中的遥控器只需轻轻一按 几人就会瞬间没命 在众人都离开后 神秘的千年老妖这才姗姗来迟 在现场炸碎的宝盒碎片中 找到了真正的钥匙 随后来到了当初北岩山人修行的山洞 而这个千年老妖不是别人 正是活了两千多年的一小川 在满怀期待中 小川把宝盒要是放入石门凹槽 然而天宫的大门却没有丝毫反应 为什么还不开啊 我等了两千年了 两千年了 就在小川彻底绝望之际 下一刻只见一道耀眼光芒闪过 天宫大门终于打开了 那个日夜思念的心上人 终于又出现在自己眼前 这一天小川等了两千年 虽然小川现在的发型衣服都不一样了 但玉树还是一眼就认出 这就是他等待的小川 我们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分开了 是吗 两人肆意在天宫飞翔 此刻的他们不是神仙更圣死神仙 然而黑衣人带着大川几人也找到了这里 两千年来小川第一次和家人团聚 大川这才知道 一直跟他网上聊天的千年老妖 正是自己的弟弟小川 他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家人 我明明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可是我永远都阻止不了 这就是历史的逼着 黑衣人此时也终于不再隐藏自己的真面 原来正是与小川斗了两千年的赵高 高兰终于明白 为什么黑衣人对自己一直那么好 老哥会骗天下所有的人 但是老哥不会骗 从古到今 也只有小月和高兰能让赵高如此对待了 这两千年来赵高一直活在痛苦中 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仇恨 而他收养的罗拉 原来确实是五星者后人 虽然赵高收养他是为了利用他 但罗拉根本不在乎 对我来说 你比我的亲人还亲 我爱上你了 可惜现在的赵高已经没有了爱的欲望 我告诉你 我恨所有的人 我恨所有的人 如今终于到了和易小川算总账的时候了 他要让小川体验失去亲人的痛苦 然而当他按下遥控器后 大川他们并没有任何感觉 原来在这个地方所有的电子信号都失效了 在高兰的苦苦哀求下 赵高还是放大川一家离开了 他现在最恨的只有小川 此刻的赵高已经做好了和小川同归于尽的打算 于是赵高把龙珠取了下来后 直接狠狠地摔在地上 他要和小川玉石俱焚 然而下一秒 只见星星点点的天星碎末 从赵高三人体内飞出 三人紧接着变得苍老起来 天宫此时再也维持不住开始坍塌 罗拉为了救赵高被落石砸中 赵高再次失去了一个爱自己的人 就在小川二人以为终于可以安全离开时 赵高一只手突然握住了玉树的腿 幸亏有小川紧紧拉着玉树 最终赵高还是摔落紧无边的深渊 原以为终于一切都结束了 小川却发现一旁的玉树已经没了呼吸 原来在刚才的挣扎中 玉树被监视刺重 这个时候如果小川有辆车 那就可以赶紧把玉树送医院抢救一下 如果最近你有购车计划 可以点击左下角打开董车地 首页点击车型大全 通过车型对比 条件选车等功能 比对不同车型参数配置 了解更多够车优惠 让你买车选车更轻松 走了2000年后 好不容易和小川团聚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天人永迭 电影院的神话迎来了结局 属于易小川的神话也走到了尾声 易小川虽然开局 就是王炸并且一路开挂 但最终却失去了心爱之人 爱固然美好 但爱而不得或许才是人生的常态吧 感谢观看